在遥远的宇宙中 一颗叫做布兰星的星球 上面居住着金木水火土 五大蚂蚁神族 战争打破了一击 黑翼魔王勾结远古甲竹入侵 虽然被五大神族联手击退 然而战火仍未完全扑灭 百废待兴的布兰星 急需一种强大的力量 来重建家园 五大天尊把布兰星的权力象征 定界天碑交给五名使者 五大使者在宇宙中不断寻找 终于在地球的中华大地上 找到了华夏文明的精髓 五个使者不断学习和探索 终于将五常文化的能量 凝结成仁 义 礼 智 信 五颗灵珠 最后注入定界天碑 带回了布兰星 联合布兰星上下的智慧 诞生的智慧之珠 代表了正义将邪恶驱赶而散的力量之珠 爱心之珠在蚂蚁中彼此传播 诚信之珠将五大神族紧紧连接在一起 还有洁净心灵的美丽之珠 从此布兰星成为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星球 蚂蚁首领深知 布兰星的复兴来之不易 于是在定界天碑中心 用天尊神光铸造了一颗代表和平的梦想之珠 和平是布兰星人共同的梦想 一千多年前 五大使者带回了拥有五常文化的定界天碑 才有了布兰星的今天 尊敬的天庙皇后 您今天召集我们不会准时来上历史课的吧 当然不是 你们是从五大神族挑选出来的精英 火葱葱 金彤彤 水灵灵 土豆的木吞吞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们来完成 蚂蚁博士 是 亲爱的五行蚂蚁们 守护宇宙和平是我们的终极梦想 如今梦想之光已经降临 这就是定界天碑 凝聚了五种不同的能量 还有梦想之珠和平的神力 我要你们带上定界天碑 将智慧 力量 美丽 爱心 诚信的五常灵珠 传遍宇宙 守护和平 灵珠起源于地球的中国 所以你们第一站先前往地球 让地球变得更加美好 哇塞 我们要和传说中的五大使者一样 还留宇宙了 布兰星的梦想就托付给你们了 为梦想出发 远古一战 暗黑魔王始终无法攻陷布兰星 这个暗黑族伟大的使命 现在就由我来完成了 只要把定界天碑抢回来 我们就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统治布兰星和整个宇宙 封小小 雷阵阵 我用暗黑魔法赐予你们更强大的神力 你们俩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 去吧 拿上雷鸣霸荡和风暴号角 遵命 阴明将军 我等这个复充机会很久了 一定要记住不能破坏任何一颗灵珠 顶界天碑的能量 我要全部收入囊中 遵命 我们要埋伏在这儿 等待抢夺灵珠的最佳时机 等半天肚子都饿扁了 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呀 你就想着吃 要付责命令 让我把抢夺计划重新再复习一遍 还复习呀 最佳时机早就过去了 看 它们要走了 不早说 采取B计划 跟上 准备星际穿梭 准备星际穿梭 哇 好养费哦 哇 鲁飞 你们快看 哇 这就是地球啊 好漂亮啊 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 苦练这么久的枪法 哎 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快要进入地球大气层了 我们准备释放灵珠的力量吧 准备启动能量系统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常灵珠呀 抢夺灵珠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了 停下停下 你们这些愚蠢的蚂蚁们 天都不许动 双手抱头 背靠一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呐 我们 我是布兰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 还有我还有我 我是布兰星最有天分的吃货 嗯 不对 是最有天分的 呃 美食家才对 灵珠在你们手中简直是大财小用 应该交给我们黑魔一组 原来是天明将军的手下 早就听说天明将军对灵珠苦视单单很久了 可真不走运 今天你面对的是布兰星最强的战士 哎哟 口气好大呀 等你看了我的真正实力再说吧 天玄 雷波 大家小心 这家伙可以超空电流 叫出灵珠 否则我就毁掉整艘飞船 哈哈哈哈 可是 毁掉飞船 我们俩不会也挂掉吧 呃 这个 好像有点道理啊 智商好低啊 那就来硬的 给点颜色他们瞧瞧 我懂的 老大 老大 我厉害了 方小小 干得好 保护灵珠 烈火溜休 哈哈 在这里 嘿嘿 谈吐飞锁 水灵灵 接住 换铃水炮 金刚四连踢 灵木召唤 请注意 请注意 飞船将马上进入地球大气层 时间刚刚好 启动装置 休想释放灵珠 天线雷破 能量释放尸脉 下达指令 更允许撤降地球 能量释放尸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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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房间好像有什么声音 一定又是灵芝那只猫 别管它 呃 啊 好像是一个人类孩子的房间 发生什么事了 我探测到飞船坠毁了 博士 任务失败了 我们被黑魔军团偷袭 五常灵珠已经被毁掉了 是我忽略了天明将军的野心 不过有博士没难事 我刚探测到灵珠并没有被毁掉 但每颗五常灵珠分裂成八颗小灵珠 你们要集齐所有的四十颗小灵珠才能返回布兰星 这么说 布兰星的梦想还可以实现 嗯 太好了 博士难睡 先别夸我 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是我的最新发明 现在送给你们 启动宇宙冲动传送功能 它们分别是 烈月金刚 黄金骑士 神木战神 泡宝仙子 还有大地巨人 哇 是神尊机甲 你们现在地球建立一个隐秘的基地 等收集到小灵珠后 会有更大的精细哦 是的 博士 就这样 为了集齐四十颗小灵珠 五行蚂蚁在陌生的地球踏上了它们的追梦之旅 可是 它们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原来五常灵珠每被毁掉 好无聊啊 训练不够 一起和懒惰say no吧 我可不想变成肌肉男 书上说要多读书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我们出去看看吧 好像 有点道理 那我们出去走走吧 谁偷袭我 啊 等等我 啊 地球上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我也要去 啊 冰狗 找到了 外面做不到 环境真不错啊 到处搜搜 我懂的 老大 好险 看来这地球还是太危险了 我得回去把神尊机甲带上 你们先等一下 不好 龙蛋快躲起来 我们刚离开一会儿 怎么乱成这样啊 肯定是土豆都干的好事 别管了 博士来消息了 嗨 见到你们很高兴 代表美丽的李希小灵珠出现了 太好了 任务终于可以开始了 地点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物 东方明珠 我知道 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十大警官 好了 别说这些了 还是赶紧出发吧 百六十八米 博士 你没事吧 任务要紧 我们驾驶神尊机甲出发 好啊 五行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五行召唤 五行召唤 武行召唤 武行召唤 战斗版 力量的源泉 十八米 黄金骑士 黄金骑士 怎麼還沒來呀 水玲玲 瞧這個塔葫蘆好甜 水玲玲你嘗呢 我才不要 我蹭蹭他們回來了 哇 坐上機甲好帥呀 我的機甲一定更帥 我們這次去上海的東方明珠 我是發現那裡有小靈珠的信號 快上來吧 都準備好了嗎 為夢想出發 我們到東方明珠了 快 我們快點過去 超能板太遭到小靈珠 在東方明珠第二個半球上 別飛過了 不早說 我已經停過這次的半球了 那我們咱第二個半球會合吧 真正 真正 好暈啊 不知為什麼 上面突然刮起了風 把我們吹了下來 我蹭蹭不會有事吧 呃 啊 噢 啊 呃 呃 啊 呃 啊 呃 啊 插 啊 兒 啊 呃 呃 呃 哈哈 呃 木屯屯 你醒了 大家都没事 太好了 嗯 怎么突然起风了 刚才算你们走运 躲开了我们的龙卷风攻击 可恶 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真搞不懂 布兰星为什么要派乌合之众来地球 冯小小 快把箱子扔给我 我懂的 老大 哼 你说谁是无可之众啊 我们可是 这是 嘿嘿 没错 正是你藏在被子下面画着地图的小被裤 嘿嘿 连一胖尿都管不住的人 还有什么资格探梦想 优秀脸 画地图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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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你们这些小偷怎么可以随便乱翻火葱头的东西 看看 这是金童童你的美少女枕头 原来你有一颗少女的心呢 哈哈哈哈 嗯 莫吞吞 布兰星最聪明的植物学家 口师竟然得了个大鸭蛋 大鸭蛋 抱回家 土豆豆 这是你的奶嘴 是不是你在半夜里吃着奶嘴喊妈妈呀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 啊 没想到水灵灵以前竟然是个小胖妞 哈哈哈哈 真怕都眨不见眼睛啦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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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好东西啊 原来你们就是用这台超能板来找到小灵珠的呀 啊 是雷阵阵 怎么会是你 啊 因为五星蚂蚁已经被我打败了 不可能 他们是布兰星最出色的战士 尿潮画地图 考试包鸭蛋 一个树呆子 一个绑妞 这就是你说的最强战士 哈哈哈哈 你口口声声说 要成为布兰星最伟大的科学家 却揭露别人隐私 连基本的尊重都学不会 你的梦想永远只能是个空想 看我的最新发明 天外悲端咒 老大 你没事吧 还好没事 老大 你醒醒呀 啊 我们找到小灵珠了 是小灵珠 快想小灵珠是我们的 来阵阵 你们俩太过分了 火松松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在哪 啊 原来博士的牢刀神功这么厉害 是啊 应该请博士开个博士学堂 到地球讲中华文化 第一颗小灵珠就这样被他们抢走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还有脸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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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吗 土豆豆 你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好东西啊 一件让你们尖叫的好东西 神神秘秘的 快点带路吧 今天的锻炼指标没完成 我先回去了 别走啊 说不定土豆豆的东西很棒呢 喂 快点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不然我把你捏成包子 欺负我 我 你看 不止欺负弱小 他才不弱小 这里明明最胖的是他 欺负我 你一定会后悔的 好啦 别卖萌了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 解好了 这是什么啊 金彤彤危险 血量还是不够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孤陋寡闻 正是月表 在中国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休节 大家都吃这个的 笔书上说的很好吃 像布兰星的果子蜜 好幸福 有家的味道 自从来到地球后 我就经常梦到家人 梦里却是和家人团聚的幸福画面 离开布兰星后才发现 我们一直所梦想的幸福 原来只有这么简单 就是跟家人团聚 可为战士 只能流血 绝不能流泪 只有懦弱的人 才会留下无能的泪水 好 我也想加入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美丽的李希小灵珠又出现了 就在中国黄山的银客松上 据记载 那棵树已经有五百多岁了 已经被列入地球文化自然遗产名录 是非常重要的名胜古迹 不是 我们想见见家人 要是下次再说 我赶着参加老年人热物大赛呢 博士说 在银客松上面 我们去找找看 我要带机甲去 不行 机甲都在维护中呢 偏偏这个时候为凶 我有秘密武器 大家出发吧 老道 老道 小灵珠位置 银客松 老道 小灵珠 小灵珠 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刻到了 本天才发明的指雷手表就是牛 我知道小灵珠在哪儿了 在哪儿呢 别那么多废话 快点出发 我们要比五星蚂蚁先一步到达 这就是博士的章鱼热气球啊 哇 好可爱啊 出发啦 哇 这个热气球飞得比蜗牛还慢 也趁得上是秘密武器 哎 哎 这种归宿 天黑都到不了了 大瓜 别着急 该到的时候自然就会到了 啊 大家快看 黄山到了 啊 在哪里啊 快点快点啊 嘿嘿 哇 哇 最难 啊 银克松好像在向我们招手 天旋雷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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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隆重的欢迎仪式 啊 为什么去到哪里都看见他们啊 嘿嘿嘿 你们怎么也来了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们 嘿嘿嘿嘿嘿嘿 有他在手 本天才无所不知 那是什么 你想知道啊 傻瓜才会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我抢过来就知道了 灭火流星 君子动口 小人才动手呢 我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见你我就火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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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还想飞檐走壁呢 你以为你是壁虎呀 胡总总 你快压表我了 快闪开 金虹怪日 哦 鲁丹小蛇 哈哈 没打到 啊 啊 谁不愿许你欺负我的伙伴 哼 看我的蜃楼幻象 啊 师父 啊 屯屯 我知道你最尊敬我 一定会按照我说的做 是吗 嗯 匆匆 我已经老了 现在 我唯一希望的 就是你能够听从我的教导 彤彤 我最骄傲的徒弟 做我一名战士 最重要的是服从命令 是 灵灵 多的话我不多说了 你一定知道怎么做 豆豆 你是妈妈的骄傲 要听话呀 嗯 孩子们 你的家人需要你们 不要再争夺小灵珠了 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嗯 啊 火匆匆 你们拿到小灵珠了吗 蚂蚁博士 你们太拖拉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的家人来接我们回家 我们想回布兰星 你们快醒醒啊 站在你们面前的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家人 是雷珍珍的小把戏 哦 我知道你们想家了 但不要因为一些虚构出来的幸福而迷失 因为你们还有重要的使命 布兰星把梦想托付给你们 你们的父母们也在默默的支持着你们 所以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我替你们解除幻象 哼 既然敢用这样的东西来欺骗我们的感情 被打扰烈火流胸 还想上来没摔够呀 人呢 下次的小灵珠怎么变开的 我们和基地继续吃月饼吧 嗯 他们得到第二颗利息小灵珠了 妻子们天才啊 你不关我的事啊 老大 真的不是我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 别跑 老大 梵珠真的不是我偷吃的 吃货永远是吃货 除了你还有谁 是老鼠 你就是那只偷吃的肥老鼠 真的是老鼠 老大 别跑 你这只贪吃的肥老鼠 你跑啊 还敢反抗 你还长本上了 别夸我 我会不好意思的 过来 我奖励你一个板栗 哇 真是打好了 我还没有吃过瘾呢 爆栗子 骗子 小蚕鬼 还敢跟我斗 嗨战士们 代表美丽的李系小灵珠 就在西安的古城墙上面 西安城历史悠久 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 连接外国的重要贸易路线 书上说 西安古城墙可大了 我们怎么找啊 大云飞车已经传送过去了 那就太好了 不过道具传送出了点小问题 你说的小问题 对我们来说都是大问题 火匆匆 你在说什么 喵喵 我们这就出发 根据博士的传送信息 倒就好像传到厨房的冰箱里去了 既然要开冰箱 我们顺便吃点东西吧 不行 那是小偷的行为 你这个蚕猫 有东西掉下来了 救命啊 我帮你 闭嘴 要是被人类发现就糟了 他们会把我们抓走 去做实验品的 原来是你们 我 我们在玩躲猫猫 那你们慢慢玩咯 别走 叫我们出去 看他们挺可怜的 就帮帮他们吧 勇者不能承认职位 你们都是好人呀 我会把好人卡给你们 多管闲事 真是不知好歹 不会吧 这就是太云飞车啊 骑车可以锻炼身体 这是一个考验 好了 我们该走了 这个是做什么的 啊 啊 空气不了啊 啊 我都不小心 原来是这样 这哪是坐自行车 这明明是过山车吧 真酷啊 启动雷暴飞碟 快追 老大 咱那破飞碟老慢了 能追得上吗 我在飞碟里加了增速器 别说自行车 连自行车的爷爷 喷气飞机 也能追得上 走 真是太棒了 我听说骑自行车 感觉真棒 喳喳飞得这么快 应该很好游吧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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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我们到西安谷城城了 能量不强 能量不强 到底怎么了 能量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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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找 五星蚂蚁们还没来 没翅膀 怎么找啊 启动扫描功能 那块转和奇特呀 在这儿呢 老大 你真有 这就是天才和笨蛋的区别 可是老大你看起来一点也不笨啊 我再说你笨呢 好吧 宝贝 我总算找到你了 能不能给我安静点 我的小灵珠 完了 他该跟我姓雷了 别狡辩了 他根本不属于你 我的长毛也不答应 喂 雷震的风小小 我们在厨房救了你们 你们是不是应该把小灵珠送给我们 以表示感谢啊 好像是这样的 我可没让你们救我 我好像求救了 谁让你多嘴的 水灵灵 昏灵水泡 怎么回事 金童童 接住 怎么回事啊 你 老大 知道 知道厉害了吧 小灵珠是我的 还给我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 他又改成性火了 拜拜 我一定会抢回来的 我该想跑 看你们往哪儿躲 霹霹雷电 我愿意为可以随便拿走本大爷的东西 我才不怕你们 火灯灯 你们快点把小灵珠交出来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不要伤害火匆匆 我把小灵珠给你 不能给他们 烈火六香 还给我 还给我 走开 行伞千锦 我要控刀证 救命啊 我可没那么容易被打倒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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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帮手啊 你们都是打好人 再帮我一次吧 救命啊 恩将仇报 还敢喊救命 就是 喊过火也没理他们 这样不太好吧 博士说 中国有句古话 叫滴水之恩 当泳泉相报 我们曾帮助过你们 可你们一点都不感激 你们觉得这样做真的对吗 嗯 我觉得 水灵灵说的对 嗯 但是 我们大人有大量 我们不会见死不救的 那就帮帮他们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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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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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我们随时奉牌 哈哈哈 哈哈哈 收集到第三颗里系小灵珠啦 可恶的五星蚂蚁 嗯 嗯 吃饭你不能够啊 是你向我先吃的 火匆匆出生时 脚带火 因此被视为不祥而被遗弃 幸运的是 火师父收养了他 并且言传身教 让火匆匆利用自己的天赋 最终练就了火毛腿的本领 不过火匆匆天生调皮 总是利用火毛腿本领去捉弄别人 很多蚂蚁都非常讨厌他 而在那次尽速比赛之后 火匆匆就更加 不许算 朝着这家另一侧加速再加速 再加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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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速了 诶 乔乔的公司马鱼五成错 减凭撞腿就冲到了第一名 跑出去好紧张 现场的马蚁朋友们 你们紧张吗 过头车 我们重刺了 5分20秒 可拿破了的师父在普兰星上最快的记录 过去过头车 与此存在就拿到马上去 师傅 你看我帅不帅气 很帅 你是Q快递公司最帅气的蚂蚁 我是布兰星最帅气的蚂蚁 蚂蚁明星 我匆匆 匆匆 你没拿到暴风城堡的包裹吗 暴风城堡的路又远又不好走 我不去 那空中花园的快递呢 空中花园的蚂蚁每次比赛都垫底 我才不去 离者敬人 人横敬之 得了冠军更要做好榜样 我可是布兰星最快的蚂蚁 是明星 应该是他们敬我 很好 什么呀 不好 这个包裹送拿时间快到了 周明快起来了 你们这些慢 rested的不要找路 僵上吗 好帅 你什么情况 加速 再加速 火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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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几十封投诉信 都是希望你离开 就算你是冠军 也要顾及街坊们的感受啊 那就不要让我送几十大快递啊 还想让我走 下节比赛赢了我再说 火聪聪 你回来 得了冠军以后 火聪聪就更加傲骂无敌了 但是上一次 也是他把时光城需要的药品及时送到 全城病人才能被治好的 如果不是他师父给客户道歉 投诉信估计还要翻几倍 你能不能快点儿 你总是捅我后腿 你总是捅我后腿 匆匆 慢点儿 有些易碎包裹 快了容易坏 慢了人家会觉得我这个冠军 是浪得虚名的 匆匆 慢点儿 匆匆匆 你师父背了那么多包裹 多辛苦啊 你为什么不帮一下你师父呢 师父有师父的包裹 我有我的包裹 是师父送的慢 跟我又没关系 没有师父哪有你的冠军 都是因为你 我才会被别人看不起 你以后也不要跟我一起 蹭坏地了 你老了也该回家休息去了 看来我真的该离开你了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搭冠军 走着瞧吧 我师父就这样走了 再也没有出现 冠军火匆匆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新一届的比赛 欢迎大家收看 另有这部栏心快速竞赛 现场直播 本次比赛的冠军 将会赢得木兰星上 所有重要的快递业务 就算开车也跑不够我 还是别来出丑了 霍聪聪 你不要太得意 能够逼我快的蚂蚁 还没有出声 我就是这一届的冠军 要是你输了怎么办呢 要是我输了 我就退出快递界 上级冠军压下的重处 我们是想比我特要开始走呢 比赛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 水灵 这我们还该来比赛 是话从错 他使出了他的绝技 飞毛腿 短短用了四秒 就超过了前面十足 两百公里的赛车 看 谁开赛车竟然还能追上我 风云突遍 风云突遍 黑马出现了 哇 黑马居然是神秘的面具蚂蚁 面具蚂蚁竟然 竟然 我带了我 出去了前面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神秘的面具蚂蚁 快速下跌 或许可见黑金号 呦呼 它们的速度快到爆了 新的蚂蚁已经进落 要被刷新了嘛 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究竟谁会找到最后 我 要 要 从 先 了 哇 冠军奈争了 是面具蚂蚁 掌声送给我们的新颗冠军 我从中去哪里了 不会那么快就不嫌疑了 别开快递接了吧 当然是我 不然我们快递又遭殃了 那可新冠军蚂蚁是谁 我要找我冲冲就好 薄冲冲 退出快递元件 可是个人的耻辱啊 你走了 也许又会投诉 我们送货太慢了 你来做什么 是来嘲笑我吗 你 师父 有 不要 留下来吧 师父 我错了 你收养了我 但还是有很多人 像我是个孤儿 为了证明自己 而且忽略了 您的百般教导 才会给大家带来 这么多麻烦 你内心是不是懂你的孩子 师父的位置是你的 留下来吧 飞毛腿是你的天赋 你要好好利用 以理之道造福布兰星 师傅 我以后会以理带人 做最棒的快递员 要用 不好意思见笑了 这图案是皇城的专用图案 快打开看看 明天中午十二点准时到达五星中心 参与蚂蚁重返地球感恩任务 师父 这是 去吧 正是你的使命 烈火六香 领悟了中华文化 力之道的火葱葱 就是这样成为了五行使者之一 来到了地球 土豆豆穿越了华北大平原 土豆豆越过了太行山脉 土豆豆登上了青岗高原 哇塞 好酷哦 看我的 我还有更厉害的 漏得飞越了珠沫拉瓣 我也要玩 给我玩玩 火葱葱一飞冲天咯 都弄下他 你摔倒的动作观赏性更高 你竟然背后偷袭我 技术不行可别对我凶 要是你技术好就可以躲开了 明明是你救的香蕉皮还说我技术不好 哎哟 我的滑板 得到报应了吧 抬我滑板 管我什么事要陪你找拿块香蕉皮去 就是你 不关我的事 这里是你就是你 不关我的事 都怪你自己 不关我的事 就是你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就吵起来了 火葱葱弄坏了我的滑板 还不给我陪 明明是你的错 要不是有香蕉皮翻一百个跟头 我也摔不着 土豆豆 你不该丢香蕉皮 火葱葱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是我的错 我才不配呢 就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就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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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五星蚂蚁在吵架哟 真热闹 五星蚂蚁们 代表美丽的李系小灵珠又出现了 就在杭州湾大桥上 杭州湾跨海大桥 全长三十六公里 长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三 它就像一条巨龙一样 横跨了整个杭州湾海域 五星火箭已经传送到地球了 它能帮助你们 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是五星火箭啊 这就是五星火箭啊 怎么会有个洞啊 我们出发吧 小伙伴们快走 为梦想出发 这火箭安全吗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东西 好像有东西掉了 坏了 是火箭掉零件了 五星召唤 燃小伙伴 美丽的燕火 烈焰金刚 卡住了 看来训练还不完啊 好软不痛啊 看我的 五星召唤 炎鸯的 重信的光芒 大地自然 成功降落 一点事儿都没有 你没事 我有事儿啊 火聪聪好像卡住了 救我 我卡住了 来了 那边有什么东西 是小灵珠 原来是小灵珠啊 还真是巧啊 既然任务完成了 那我们赶紧都归队吧 火聪聪还没有下来呢 这里又没有香蕉皮 爱她是 她最爱有办法下来 怎么突然挂疯了 难道是 幸好感到喽 又是你们 我们又见面了 火聪聪有危险 肯定有问题 你们怎么会知道 小灵珠的位置 本大人是天才 什么都知道 说 你们是不是跟踪我们来的 快点把小灵珠交给我们 不然我就红烧了这只蚂蚁 我们怎么办 先救火聪聪 不要给 我们的乐物是收集小灵珠 火聪聪只会拖后腿 土豆豆 不许你这样说 我才不需要你救我 我数十下 快点把小灵珠给交出来 十九八七六 给他们 快给他们 看来只能给他们了 烈火咆哮 火聪聪 你没事吧 拖后腿的家伙 不知道是怎么被选为 五星战士的 没有良心的家伙 更加没有资格当五星蚂蚁 别打了 到手了 耍诡计的坏蛋 不好 小灵珠被抢走了 天蝎雷复 我吞吞 全心全意 发生什么事了 找到小灵珠了吗 不是 不好了 土豆豆和火聪聪在打架 小灵珠被雷真正抢走了 博士 现在该怎么办呀 博士 没难事 你们立刻给我住手 事情经过 木屯屯已经跟我说了 你们竟然为了一件小事而失去团结 难道你们忘了 我们是为了共同梦想才来到地球的 而不是为了来这里打架 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呢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这就对了 赶紧把小灵珠抢回来 天旋雷破 你没事吧 我没事不要紧 金彤彤 你现在轮到我们反击了 五星召唤 零星吧 爱心的呼唤 神木战神 蒂丽雷电 娘 人呢 小灵珠 哪里跑 只有五星挠 我不会游泳啊 我的 我的小灵珠呢 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呀 我也不会游泳啊 火葱葱 回去我们再来一场真正的滑板比赛吧 好啊 这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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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小灵珠只剩下四颗啦 可恶的火葱葱 嗯 嗯 呸 霹雳雷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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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虎虎虎虎 抱歉 蚂蚁博士传来休息了 道具已经传送过去了 代表美丽的李系小灵珠 在英国伦敦的大笨钟上 大笨钟是地球上著名的 哥特式建筑之一 每隔十五分钟想一次 很准时哦 那么你们就 跌下右段路了 又要做这艘不靠谱的火箭呀 上次做到一半就开始掉零件了 迟一剑长一阵 我们做了 你们不去 我也不去 我宁愿回去舒舒服服泡个澡 再美美的喝个下午茶 大家都不想去 那我们怎么向博士交代呢 怎么了 还有事吗 博士 你就没有安全点的交通工具吗 我们可不敢再冒险了 对 再勇敢的战士 也不能不到战场就牺牲掉 又不是没难事 五星火箭我已经改良过了 这次谁能拿到小灵珠 我送他我新发明的探索者望远镜 啊 好像好酷哦 早说嘛 为梦想出发了 五星蚂蚁 别发呆了 跟上吧 走吧 等等我 为梦想出发 为梦想出发 方夏小 快点起来 五星马一开始行动了 嗯 好吃 真好吃 嗯 嗯 吃货 快起来 老大 快看 我已经把一支火箭出发了 那你还傻傻的站在这里干什么 不要折我的腿啊 折着我的腿下去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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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大本钟了 啊 啊 看 嗯 小灵珠就在钟表的中心位置 嗯 我们该怎么降落呢 嗯 嗯 嗯 金童童 快想想办法呀 嗯 我想想 来不及了 大家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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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晕飞的毛病还是没有改过来呀 哼 不是晕飞 是我吃太多 撑到了 明明就是晕飞 你说什么 没没没没 什么都没有说 快点下去 把小灵珠拿过来 遵命 那么高 要怎样才能把小灵珠取下来呢 让我想想 让我去拿吧 不 让我来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五行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你别急我 让我先过去 为了望远镜 我要第一个拿到小灵珠 金彤彤 你别挡着我 别争了 你们就不能让一下对方嘛 光烈镜我也想要 我也要去 看五三 五行召唤 燃烧的 重新的光芒 大地几人 火董董 你别只顾着抢功了 我可不是为了博士的奖励 我是为了玩这个任务 小灵珠是我的了 可恶 又是你们 谁先拿到 就是谁的 叫你们别争了 现在让雷震震 拿到小灵珠了 雷震震 快把小灵珠还给我们 你们不服气吗 唱唱我的厉害吧 不好了 没地方躲了 还是女神战吧 金彤彤 还是你去打小灵珠吧 我是会奖励你的 天玄雷震 还没完呢 天玄雷震 天玄雷震 有了 金彤彤 快看大本钟的时间 我明白了 大力金刚拳 时间刚刚好 什么 正好三点 怎么样 小灵珠拿到没有 找到了 不过刚才差点把小灵珠给弄丢了 都怪火葱葱他们一个个争嫌恐后 看来你们要好好检讨吧 所谓礼让一寸得礼一尺 就是告诉大家要互相礼让 小灵珠是我的 小灵珠是我的 好好在这里享受一下伦敦上空的景色吧 好硬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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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阴啊 放我下来 我不高啊 李希小林住所上不及了 下次我一定成功 笨蛋 蛋 蛋蛋蛋奶啊 有情的礼物 老大在搞什么呢 竟然连我都不让进去 好困 我要先睡会儿 外卖北京烤鸭送到了 烤鸭在哪里 烤鸭没有 不过烤蚂蚁造有一只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水灵灵的生日 我们一定要给她一个惊喜 真羡慕 我的生日还有八个月零七天 真想时间快点过 别闲聊了 要在水灵灵回来之前做完花环 做好了 真漂亮 水灵灵一定会喜欢 我们去找水灵灵 把花环送给她 给她一个惊喜怎么样 嗯 我们一起去找水灵灵 我们一起去找水灵灵 为什么没有信号啊 技术不行 当然没有信号 你说什么 大声点 再说一遍 老大 你 是他们 怎么没看见水灵灵呢 我记得她说要来这里啊 大家还是先回去吧 到了晚上 大家再把生日花环送给水灵灵 不是呼叫我们了 大家快点回蚂蚁基地 啊 惊喜 要到最后才给她 这个东西比较配我的秘密武器 嗯 什么秘密武器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嗯 代表美丽的李系小灵珠 在荷兰的风车村 哗哗哗哗 博士 你感冒了 嗯 我跟朋友们一起参加了冬泳 回来以后就感冒了 真是太难受了 作为五星蚂蚁 我觉得 我们也有必要去冬季游泳 来增强体育 嗯 金彤彤说什么 嗯 没有 没什么 啊 下次一定要研制出一条 保暖的泳裤去冬游 小灵珠在荷兰的哪里啊 嗯 我查查看 哦 据博士的消息 在荷兰的风车村 那是一座古老秀美的村庄 村里保留了很多 十七十八世纪的风车 很漂亮呢 风车 我一直都想去看看 赶紧走吧 哎 滑翔衣有风才能飞吧 这东西能够到荷兰吧 为什么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操作说明书也没有 脑细胞都不够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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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忽然有点头晕目眩 要怎么降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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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兰风 风车 它们到底去哪里呀 哼 别以为能逃得过我的智雷手表 哼 定位成功 是荷兰风车村 老大 就算我们现在飞过去也追不上五星蚂蚁呀 能不能追上不是你说了算 有我的雷鸣机甲说了算 好好看着 哇塞 风车村太壮观了 这么神奇的风车 他们是怎么造出来的 难得安全着陆 宝剑龙剪刀 又是这两个家伙 大家小心 这次我们来好好算一下账 他们居然也有计价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才不怕 看我的粘土飞球 大大大大 小心 谢谢 跟我上 抱悬龙剪刀 那个花环有点眼熟 好像是我们做的 不是好像 就是我们做的花环 不要弄坏了花环 那个是我们打算送给水灵灵的生日礼物呀 那个是送给我的 你们都记得我的生日呀 没想到花环被雷阵阵偷了 放心 我们一定会抢回来的 哼哼 霹雳雷剑 你们还能躲到哪里去 快看 那是小灵珠 不要伯爵 很危险 金虹官日 别以为我会怕你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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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炮 忠急龙卷锅终于完成了 攻击 花环就飞走了 花环生我大 别想抢走 你们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没提 按计划进行 黏土 明白 我的灵作和花花 露灯 我来救你 才不会让你们过去 没人黏土 真快乐 谢谢大家 这是我收到最珍贵的礼物 众人玫瑰 手有鱼香 我们也很快乐 我们要他的大力 哈利 哈利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李希小灵珠只剩下两颗了 可不可恶 你就知道是 不许 内容力 但你可以 不要再留下一个鱼 我相信 你会不会接下一个鱼 的眼睛 他的眼睛 都不肯定是 绝对 他就hakan 他就会有点 也不肯定是 我相信 你的眼睛 你们听到 什么时候 这是 的 亲爱的五行蚂蚁 一年一度的布兰星速跑比赛结束了 记录保持者还是火匆匆 你已经连续两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很快就能夺得速度之王的称号了 这么说我的梦想快要实现了 火匆匆 加油啊 书上说梦想是要去追求的 你要继续好好磨练呀 现在火匆匆的人气在布兰星直线上升 他们都抢着拜托我向你要签名赵呢 想不到我已经有这么多粉丝了 当然了 你现在可火了 我现在就把海报和照片传给你 记得签名哦 真是太夸张了吧 火匆匆 快点下来吃饭啦 作为偶像我不会再跟你们一起吃饭啦 太刁面子啦 火匆匆 一起来玩滑板吧 作为偶像 我怎么可以玩那么积极的游戏 太不符合我的身份了 火匆匆 我们一起锻炼身体了 作为偶像 我要保养皮肤 肌肉难 不符合我的行星啊 火匆匆 上次你要我帮你做的风筝做好了 作为偶像 那种不入流的小孩玩意儿 太没品味了 我不要 品味是什么 这个火匆匆竟然变得这么自大狂妄啦 老大 博士消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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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啦 别吵着我偷听 明明是你叫我和你吃饭的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英国银石赛道全长5.918公里 1950年成为第一场F1世界锦标赛的赛场 能在如此长直线道和高速弯道上征战 简直是每个赛车手的梦想啊 这一次绝对要得到小灵珠 你每次都这么说 可是你有办法吗 哼 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阵阵 走 带你瞧瞧本天才的飞电赛车 飞电赛车 第一飞冲天 卢士 你好厉害啊 火匆匆 你真的要跑着去不坐车吗 那是当然 我可是布兰心上最快的蚂蚁快递员 别说是赛车 就是飞碟 也不是我的对手 骄傲之大 我可听说 你输给了一个蒙面的蚂蚁高手 那是我师父 我输给师父没什么呢 而且现在是现在 我绝对能跑过你们的赛车 别说了 赶紧去英国的银石赛道找小灵珠 嗯 正是要紧 燃烧吧 青春 我先走一步 我们也赶紧去英国的银石赛道吧 哇 博士送的绝影赛车 太酷了 验傑尔 太神了 嗯 嗯 哦的迷你了 呃哈哈 呃 太小了 怎么着呢 在这里 呃 幸好闪得怪 这个是小灵珠 我终于拿到小灵珠了 来早不如改巧 火葱葱 快点过来帮忙 我们被压在车里了 你们太没用了 要不是我 小灵珠早都到雷震震手中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出来 不能总依靠我 是啊 五星蚂蚁太没用了 没有火葱葱 你们什么用都没有 没错 我才是最厉害的 是啊 你比他们厉害得多了 五星蚂蚁有你一个就够了 他们都太多余了 老大 一只蚂蚁再厉害 也不如五只蚂蚁呀 闭嘴 我才给他射圈刀呢 雷震震 你说的太对了 五星蚂蚁 其实只要我一个就够了 我听说你是布兰星上 跑得最快的蚂蚁 今天不知道是否可以展现一下呢 没想到你也是我的粉丝 粉丝的要求 我一定会满足的 就让你见识一下 布兰星上最快快点人的英姿 我有个想法 我们来进行一次打赌吧 什么打赌 你先将小灵珠交给我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比赛 只要你跑得过我的飞电赛车 我就还给你 这 你不是说你跑得很快的吗 难道说你害怕了 谁说了 就算你开赛车也跑不过我 给你 走 你来开车 我准备好了 动手 冒严楼眼霸 傻瓜才会和你公平比赛呢 小灵珠是我的了 拜拜喽 可恶的雷阵阵 竟然骗了我 这种时候 是布兰星的大力士 发挥力量的时刻了 这怎么一不虚传 金彤彤 棒棒的 大力士 了不起 这是对我的考验 你不会是布兰星的大力士 真棒 而我就 对不起伙伴们 没关系 要拿到小灵珠 一定要速度 交给我 你有速度 我有力量 我赔你 真没想到 灭火有效 没阵阵 你跑不掉了 想追我 没门 启动增压加速器 赛车越来越快 再跑下去 我们会吃亏的 前面就是弯道了 我有办法追上他们 冷藏归干 他们没有跑弯道 直接招呼来了 就现在 大力金刚成 木龟原主 小灵珠 我拿走了 小灵珠是我的 这次你没机会了 瑕疵的小灵珠 一定是本天才的 谢谢大家 我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你不是说 跟我们在一起 很没有面子吗 利息小灵珠 快被他们收集齐了 你怎么办 怎么办呢 住嘴 太好吃了 你不想这样 在布兰星球 有个出名的大力士 他叫金彤彤 担任着星球部落的保安厅警察 保卫着整个星球的安全 可是 有一天 布兰星球出现了一个蒙面大闹 阿 岳 陼兰星球出现了一个 洪玻璃 金彤彤 金彤彤 前方三百米 接到便利店 有人求救 好 我马上去处理 快跑啊 住手 竟然敢在闹市捣乱 就是你 好 这点本事 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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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好 宅哥 快跑 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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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改 我去引开他们 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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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要不是你解救我 你就不会被黑魔军团捉走 我 我一直都有很多话想要和你说 你怎么不还手呢 你不是布兰星球的大力士吗 力量越大就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了 看你脸色好像有心事 是的师父 我现在很迷茫 那你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梦想 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的战士 我要维护布兰星的正义 力量越大 责任就越大 这才是作为一名战士 该有的觉悟 可是 师兄的 我不忍出手 小徒弟 情义两难 坚持你的梦想 你将会找到最好的答案 我送你一件武器 相信能帮到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谢谢师父 金彤彤终于在情与意志间做出了选择 为了维护正义 坚守正义 他准备与最敬重的师兄黑道道 做个彻底的了断 前方一千米 发现蒙面大道的阻尽 师兄 对不起 我必须要逮捕你 就凭你吗 是 第四章 臭吉他 第四章 臭吉他 第四章 臭吉他 3人 他《合志》 师兄 你已经输了 有本事你放开我 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 师兄 你变了 为什么你要替天明将军办事 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自私 天明将军抓走我的妈妈 威胁我帮她做事 在情与意之间我选择了情 金童童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又会怎么做呢 黑道道 力量越大 就要保护越多的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正义 如今你所作所为 都是危害着整个不来兴的安定 作为警察的我必须要制止 当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会勇全相报 但是 恩情是不能和正义毁为谈 我 我认输了 现在 布莱星球真安定 这都是你金童童的功劳 金童童是布莱星球最强的大力士 金童童真棒 我们以后都要向他学习 咦 有我的信 金童童 明天中午十二点 准时到达五星中心 参与蚂蚁重返地球感恩任务 为了正义 为了布莱星球 我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 金童童作为义的代表 被蚂蚁皇后挑选为五星战士之一 与其他蚂蚁战士们一起踏上了新的争夺 是谁乱丢垃圾呀 冯小小 我在干活 你居然敢睡大觉 卢大 有什么事情 没事干 就给我去看看 五星蚂蚁是否有小灵珠的消息呀 我立刻就去 这个封小小只会添玩 看来还是要靠我的雷鸣机甲 兔兔兔最来 水灵灵最没用 木童童永远迈登堆 金童童是老鼓童 是最没意思的家伙 请来给我来 我可是不来行最出色的建筑师 每次都让我给你们治疗 我受够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好可怕 我又回家 孩子们 代表美丽的李希小灵珠 在意大利的罗马万神殿 罗马万神殿 罗马万神殿是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 时间于公元前二十七至二十五年 拥以供奉 奥林匹亚山上的出身 我的新发明天杀战机已经传送给你们了 哎呀 这里掉错了 我才不做什么战机 我要自己驾驶神尊机甲 我得赶紧去告诉林真真 你们都是我们 可驾驶飞机还是要我来 为了完成任务 拿到小灵珠 我忍 我真是个天才 老大 小灵珠有消息了 在哪 意大利罗马万神殿 走 马上出发 老大 你忙过这么久 这机器人也没什么变化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到达目的地 祝您一路顺风 昏林水炮 没有啊 你们早就打打没了 你也就这点能耐和作用了 就是 你们太没有良心了 看 喂 你们也太慢了 能不能别拖后腿 谁拖后腿还不知道呢 等着瞧 小灵珠 我一定要给他们先找到 累死我了 小灵珠到底在哪里啊 好想回家了 我要继续找 不能让你们先找到 小灵珠真的在这里吗 老大 是五金蚂蚁 他们比我们先到了 你的雷神机甲太慢了 先到要怎么样 只要他们还没找到小灵珠就可以了 也对啊 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很累啊 正好实验一下我的新武器 什么武器 我 我再不怕你们 说 雷珍珍在哪里呢 在上面 人说有这武器对付你们 你们输定了 你又来捣乱吗 可恶的小蚂蚁 别以为这次我会怕你 让你尝尝我最新武器的厉害 冰冻电击炮 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不了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雷珍珍我才不会怕你 我没水炮 小孩子的玩意儿 现在我就把你们也变成冰牛 雷炎黏骨 别想耍花招 这对我没用 大剑 你们到底怎么了 都是我们不好 看书上说 互相批评能使人进步 我们几个就互相指出对方的缺点 结果越说越生气 挑剔彼此的毛病 谁也接受不了批评 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了 博士 怎么办 你快救救我们吧 开启你们的平板电脑 进入精神空间 快 你们不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蚂蚁 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营造成一个和谐的团队 我们才能共同创造梦想 所以你们首先要学会和睦相处 你们互相团结共同努力 一起打败黑马 一起收集小银猪 就算吵吵闹闹也很开心 博士 我们错了 我们是永远的同伴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 理智又何为贵 只有彼此体谅互相包容 才能和谐团结 齐心协力 战胜困难 嗯 博士 我们都知道了 果松松 小灵珠交给你了 嗨 就想得逞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给我动住 你们做了什么 这是巴克林租迪 绝而成的美式小灵珠 可是小灵珠 鱼 就不负范 没想到小灵珠威力这么大 我的机甲变得更强了 我也想要这么帅气的机甲 这就是小灵珠的强大力量 孩子们继续努力吧 手机齐全部小灵珠 就可以早日返回布兰星了 可恶的火葱葱 小灵珠本来是本天才的 可恶可恶 气死我了 为什么小灵珠的手机会 你在看什么呀 好漂亮的中国节 我也想要一个 那还不简单 直接摘下来拿走不就得了 不行 这个中国节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绝对不能擅自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这种行为就是小灵 可在这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节了 喜欢就自己做一个 是啊 我现在就去找绳子 学习编织中国节 编织出我的梦想 中国节是我们的了 可是金童童说 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小偷 谁是你老大 你 那你应该听谁的话 你 那就别多问了 按我说的做 我懂的 老大 这是太漂亮了 中国节 我们来了 金童怪人 背后偷袭太卑鄙了 我们以为是苍蝇飞了进来 没想到抓住了两个小偷 幸好我发现得及时 你们一坐起手 快点放我们下去 做了坏事 就要好好反省 哎 博士呼叫我们了 大家回基地 放我们下去 好好在上面看风景吧 你得要报仇 真是太可恶了 博士 你要归影山林吗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这套古代农夫装扮帅气吧 明明偷到吊账 土豆豆 你说什么 我说 您这个装扮很帅气 那是当然 博士 小灵珠有消息了吗 哦 没错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珠 出现在中国的凤凰古城了 啊 那是什么地方 有凤凰居住的地方吗 哎 真是咕噜寡闻 火葱葱 你一定要多了解一下 中国的地理历史 别再闹笑话了 我才地球没多久 时间长了我就会知道 凤凰古城 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 因被衣的青山酷似一只 展翅玉飞的凤凰而得名 是一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聚集地 也能如此 卫梦想出发 五行蚂蚁 哎 五行毛笔已经传送过去了 啊 这不是扫把吗 人家又不是女巫 这是飞天毛笔 哇哦 出发咯 飞天毛笔 啊 我还是坐机甲去吧 五行召唤 打开吧 智慧的指引 炮炮仙子 老大 五行蚂蚁真的去了凤凰古城 信息没有错 不要质疑我这个天才 老大 前面好像是五行蚂蚁 攻击 不能让他们 首先到达凤凰古城 我等的 老大 抱贤龙剑方 好大的风 我差点就被卷走了 是雷震震他们 快追 这么大 我得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找 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好香的把力度用 小灵珠在哪里 这么香 一定在里面 我们下去找吧 你给我认真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只要吃一口 我立刻就能找到小灵珠 让我吃一口 我也能立马找到小灵珠 只要 不好 土豆的危险 天神雷霍 真是 一点也不好吃 冷大 你看这是不是小灵珠 我咬了一口 完全咬不动 小灵珠 快看 木珠在天上飞哟 在哪里 快走 别跑 把小灵珠划我 五星蚂蚁真是穿到家了 老大 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要是他们五个一起上 那就不好对付了 你们自称是布兰星上最强的蚂蚁 可总是以多其少 根本就不配有五星蚂蚁的称号 身为战士 确实不该以多其少 就是就是 你们赶紧反省一下 小灵珠是我们先找到的 要想拿走 至少要公平竞争 不如问问博士吧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小灵珠被雷震着他们先找到了 我们想要拿回来 可他们说 我们以多其少 不是英雄所为 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博士 没难事 五星蚂蚁是正义的代表 我们要以礼服人 既然雷震着不服气 那就进行一场公平的比赛 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谁怕谁 要是我们赢了 小灵珠就归我们了 行 只要你们能赢了他们 比什么 就比赛高桥 双方各出两个人 谁的队伍先到达终点 谁就胜利 好 预备 开始 哇 好香啊 风小小呢 风小小 你这只没用的长猫 我才不会把小灵珠给你们呢 我就知道他们会耍赖 看我的中国节 竟然背后偷袭 你们太卑鄙了 雷震震 耍赖可不好 远毒就要服输哦 我的中国节编织完成 我的中国梦珠已完成了 你们就在这挂着晒太阳吧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在的 任务完成了 小灵珠已经被他们收集到一颗了 你干嘛不让我吃 美人一份 谁让你早早吃掉了自己大份 土豆豆 我分给你一点吧 水灵灵 你真好 土豆豆 你应该减肥 什么都可以减 就是吃的不能减 看来你一辈子都减不了肥 明明刚才吃饱了 怎么又饿了 好 嗯 哇 哇 妈妈咪呀 有凤子 哎 嗯 嗯 好吃 又香又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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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嗯 嗯 老大 嗯 終於找到你了 嗯 老大 我在這兒 嗯 是土豆豆 你們怎麼會在一起呢 剛才我救了土豆豆 而且他對我的夢想很是欣賞 然後我們 哼 不用多說 我知道了 啊 吐豆豆 嗯 封小小是不是救了你啊 是 是的 那你就應該報答他 嘿嘿 其實也不用 嗯 嗯 放心 我會講義氣的 嘿嘿 只要你肯幫忙 我也講義氣 給你更多的粽子 真的嗎 當然 很簡單 把小靈珠給我們一個 啊 這個 嗯 難道你想忘恩負義 嗯 好吧 我答應你 啊 有小靈珠的消息了 嗨 親愛的五星螞蟻 博士 這次我們要去哪裡啊 新出現代表正義的 異系小靈珠 出現在泉州的森林公園 泉州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 曾是世界四大口岸之一 相遇中外的海上絲綢之路 就是從泉州作為起點的 哇哦 我只知道有陸上絲綢之路 沒想到還有海上絲綢之路呀 嗯 當然了 人類開拓夢想的道路可不止一條 我已經準備好五星潜艇 這次你們就走水路吧 那還等什麼 為夢想出發 哇 說句對白不是我說的嗎 聽成這樣 有個是去約會 別說了 走吧 我有空水症 還是你們也 出發咯 不要啊 這是對我們海陸空作戰的能力測試 別說了 快進去 哈哈哈哈哈哈 老大 你笑的好邪惡呀 笑靈珠 在泉州 敢說我邪惡 要不要見識一下什麼它是真正的邪惡 泉州這麼大 去哪兒找啊 哪兒那麼多廢話 再大也得找 趕緊出發 小刘珠呢 小刘珠呢 豆豆 你真有精力 他今天怎么神神叨叨的 有古怪 大家快别愣着呀 快帮帮抓小灵珠啊 我想我知道在哪里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在 在那 木顿顿 你没事吧 前顺庆里根本没有小灵珠 快点想想小灵珠在哪里 我想 我想 我想不出来啊 在哪里 一定知道 我想起来了 前顺庆里有探测器 对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终于找到了 你们俩没事吧 小灵珠是我的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拿走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探测器 换灵水泡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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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土豆豆的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我吃豆子椰住了 风小小救了我 他们让小灵珠回报的 我也讲一句 给你更多的粽子 真的吗 把小灵珠给我们一个 我没办法就答应了 不是 我兑现自己的承诺 难道我做错了吗 你能够坚持原则这很好 所谓君子欲欲义 小人欲欲利 可即使为了道义 也不能做错误的事情 你不该受到诱惑 而忘了自己的使命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请大家原谅我 知错能改 我们会原谅你的 谢谢大家 下次我一定会将 丢失的小灵珠夺回来 不是我 是我们 我们一起夺回来 团结 团结 加油 我饿了 在抢回小灵珠之前 我能先吃点东西吗 这次终于得到小灵珠了 要好好提供 去追乡 谁让你先吃的 幸好我藏了一个包子 霹雳雷电 伟大不错 你太狗笨了 好 太狗笨了 他太狗笨了 你太狗笨了 哇 哇塞 真是太好吃了 哇塞 太好吃了 你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老大抢走了我的包子 我只能来这场吃的 他还一直反对我成为美食家 我们一人一半吧 哎 自己的梦想追求 不被认同的心情 我很理解 我也经常被同班们埋怨 说我要爱用黏土捉弄人 可我是一名建筑师 爱玩黏土再重场不是吗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 同时天涯和洛义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梦想追求加油 马上回来集合 新的小灵珠有消息了 我要回去了 我送你 谢谢 我要进去了 他们要去寻找小灵珠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老大 亲爱的五星蚂蚁 好香的西湖龙警察呀 博士 小灵珠到底在哪里呀 我都忘了 这次还是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珠 出现在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在艺术界非常有名 被誉为咫尺之内再造乾坤 好想现在就去看看 章鱼热气球已经传送过去了 我也该启程跟老朋友去品茶了 听说茶叶有生发的功能 我正好实验一下 明明就是摔倒了好不好 你能不能别那么逗吗 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我雷阵阵 现在有了这颗小灵珠 本天才的机甲就如乎天意 老大 好消息 老大 你竟然背着我偷吃东西 你自己吃东西居然不给我 我真的争取了 凤小小 可恶的沉默 你蛮蚂蚁去了苏州园林 小灵珠出现了 你怎么不早说 赶紧出发 小灵珠是我的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苏州园林啊 还要半个小时啊 太慢了 只窝珠还要慢 博士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别吵了 好慢啊 太慢了 化妲儿水车 现在忘了 作词 作词 全部准备 思想一如 注意 是太不扩空了 我的腰好疼啊 我的脸 真正的有事 要勇于面对各种危机 这是博士对我们的考验 我宁愿做个树呆子 别磨蹭了 我们上去找找看 是小灵珠 快来 我看到小灵珠了 太好了 又见面了 又是你们 你们是怎么跟来的 当然是土豆都告诉我们的 我没有 雷珍珍 你休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信不信有你 反正风小小的身上又智能徽章 只要靠近蚂蚁基地就能够听见消息 风小小 你竟然欺骗我 我还以为你好像坐我回家 没想到 你竟然是去偷听的 我对不起 把小灵珠还回家 把小灵珠还回来 把他们都吹飞 梦圆如剧放 弹图飞锁 大家抓住我的手 有了 我有一个办法 三圈 我就没劲了 终于把他们赶跑了 狗兜兜 这是上次的小灵珠 狗兜兜 是我做的不对 我向你刀剑 小灵珠你拿走吧 风小小 老大 是我们做错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 公叔 我们哪里做错了 哼 博士曾经说过 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 意思是 我们的行为要端正 做事要光明磊落 不能偷偷摸摸 你们利用朋友 在背后搞小动作 是错误的 哼 我们怎么做 是我们的事 不用你来教我 别跟他废话 快把他送走吧 只是雷阵阵一个 饶了风小小吧 风小小 用风葫芦 离开 下次的小灵珠 一定是本天才的 真是太好了 小灵珠回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做一件大事了 当然是吃大餐了 兔兔兔 你忘了你要减肥吗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啊 看来你一辈子也被想减肥了 好不容易收集到一颗小灵珠 你竟然把它送给了五星蚂蚁 你 你 你还有点吃 老大 我吃了 在布兰兴 土神族的蚂蚁们 有着一些与生俱来的特殊技能 他们中有个叫土豆豆的小蚂蚁 就被安排在布兰兴最重要的圣灰塔 负责重要的维修加固工作 我怎么摔倒了 笨笨 你怎么连块香蕉皮都没有看到呀 土豆豆 又是你在捉弄人 墙壁要倒塌了 快逃啊 土豆豆 土豆豆 圣灰塔是布兰兴最重要的建筑 是我们建筑师先被共同焦筑起来的 你怎么可以拿它来开玩笑 大家请注意 圣灰塔六层的水管爆裂了 赶紧过来抢修啊 土豆豆 我马上就来 急急情况 大家赶紧去抢修啊 第五小队已经出动 土豆豆 土豆豆 哪里的水管爆裂了 我有说过水管爆了吗 一定是你听错了 杂志上说 压力太大会产生幻听 你太累了吧 土豆豆豆 你又骗我 什么 土豆豆又撒谎了 每次都捉弄我们 太可恶了 我们走 以后再也不理它了 土豆豆 你这次太过分了 终于结束工作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黑魔军团的通信小队 不好了 它的目标是 升回塔的中心处 一旦中心处被打断 整个建筑都会倒塌的 我绝不让你得逞的 放马过来吧 飞檐原团 飞檐原团 染的这么严重 要赶紧通知大家才行 大家注意 升回塔被偷袭 中心猪受到了损坏 必须马上进行修复 土豆豆就会造谎激怒大家 就是 大家不要信他 反正我是不会信他了 等等 这次是真的 如果不赶紧修复 整栋圣灰塔都会倒塌掉的 大家不要离土豆豆了 对 完了 早知道就不说那么多谎了 不管了 一定要先把柱子修复好 肥炎粘土 累死我了 这样至少可以暂时支撑你下 救命了 笨笨 笨笨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身上肉多 一点都不疼 笨笨 谢谢你救了我 不然我就没命了 小意思了 我们一起把剩下的修复工作完成吧 笨笨 为什么我一再骗你 你还要来帮我呢 不管怎样 圣灰塔对你和我都是很重要的 不论警报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而且 我相信你 土豆豆 听说你立了大功了 你们也来了 只要你不再说话 我们永远是朋友 知错能改才是男子汉 土豆豆 我们原谅你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干活吧 总算修复好了 土豆豆 你的修复手艺真棒 全靠你 这里的居民都安全了 现在我才知道 我们建筑师的工作真是太重要了 我决定了 我以后要成为布莱星最厉害的建筑师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太好了 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 呼叫笨笨 三楼需要维护 请来协助我 土豆豆 我来了 我们开始吧 土豆豆不再说谎了 变成了一个好孩子 他昨天还帮我找到丢了很久的钱包 是啊 土豆豆越变越好了 土豆豆 土豆豆 部长 给 哇 部长 这包子真香啊 包子是给你的奖励 土豆豆 你知错能改 坚守诚信准则 是个好孩子 蚂蚁皇后非常欣赏你 现在皇后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 我有一千种完成任务的好方法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要先饱饱的大吃一顿哦 信字告诉我们 做人要诚实正直 不能欺骗别人 最终 土豆豆作为信的代表 被选为五行战士 去地球执行重要任务 金童童 你手里拿着什么样啊 让我看看 好漂亮 这个徽章真好看 这是博士送我的骑士徽章 它代表着战士的荣耀 让我试带一下 小心点 别弄坏了 哇塞 我这是一秒便摔了很多 要是你再瘦一点就更帅气了 宁愿不帅 也不能不吃 馋猫的世界你永远不能理解 不是在召唤我们了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 在广州塔出现了 提起广州 我就想起中国最强足球队之一 腾大球队 一起足球 中国十几亿人的足球梦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一定会实现的 你就这么有信心 因为书上说 足球最早是在中国出现的 这种说法好像挺有道理呢 爬那么高 我不去 不行 快走 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很好 那我就放心地去参加老年人足球赛了 博士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没事 我的老妖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听博士说这叫乾坤大炮 你们谁先上啊 那么土豆豆第一个 为什么你们都后退了 我不要 我不要 能不能想让我吃一顿 石头剪子布 说明书上 貌似没有说怎么降落呀 老大 他们都走了 我们也回去找交通工具吧 笨蛋 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这种高科技怎么用的呀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不要当小白鼠 小灵珠 我来啦 小灵珠 我来啦 小灵珠 我来啦 你怎么老跟着我们 跟屁虫 广州塔又不是你们家开的 我们想来就来 你管不着 就是 走 找小灵珠去 小灵珠 这两家伙笨手笨脚 这样都能掉下去 整个照片 怎么啦 糖本 太好了 小灵珠还在这 小灵珠是我的了 太可恶了 小灵珠是我先找到的 快点还给我 你先找到的 小灵珠明明就在我的手里 你可别乱说话 你这是耍赖 它根本就不讲道理 看我的 那不是金彤彤的骑士徽章吗 为什么我的东西 会在你的口袋里 当然是我捡到的 那个徽章 不是我们从无形蚂蚁的基地拿的吗 谁让你多嘴了 你这小偷 还我东西 到我手里的东西 就是我的了 金彤彤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雷珍珍 偷了你算我的骑士徽章 幸好我抢回来了 什么 骑士徽章代表战士的荣耀 竟然连这个也偷 简直给我们科学家丢脸了 不好了 我需要八度捞到寻宫了 我才不让你得逞呢 我不仅偷还要抢 管你荣耀不荣耀 总算先进来 明明是你做错的事情 还要狡辩 你拿了我的徽章 大家都看见 我才不怕你们呢 霹雳雷电 快点水泡 一起上 让他们瞧瞧团结的力量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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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金彤彤 喝 风小 小 你个蠢包子 我先上去看一下 我先上去看一下 看看这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呢 小苗啊小苗 告诉我你的名字 原来它是一棵葡萄苗 将来会结出最美味的葡萄 原来是葡萄 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赶紧再问一下 它什么时候能结出葡萄来 拜托 葡萄不是一两天就能结出来的 木顿顿 你能不能让葡萄苗快点结果呀 其实呢 葡萄苗每天都在努力成长呢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 我们也应该向它学习 朝着自己的目标 不断努力奋斗 是博士 我们快回去吧 喂 博士 你叫我们来 就是看你吃葡萄的吗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猪在 在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哇塞 葡萄园 那就是说 我有许多许多葡萄可以吃了 是的 拉沃葡萄园梯田处于阿尔卑斯山南坡 沿着日内瓦湖面北岸延伸 充足的阳光和湿润的气候 是那里成为瑞士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距禁已经有八百年的历史了 那还等着吗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也好想去呀 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真是太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了 听亮了吗 老大 你怎么顶着一个大包 真像你们玩 废话少说 快点跟我去找小灵主 为什么 手上的总是我 这次我有任务交给你 管不成的话 为什么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为什么这么慢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葡萄园 运情坏了 只能开最慢档 不行 我要吃不到 我去除非都快点 操控干断了 你这太好吃了 你去葡萄园埋伏 拖延住五星蚂蚁 我就有时间去找小灵珠了 还是不太好吃 那些事情等我吃饱了再说 葡萄园 葡萄园 你这个骇人精 别生气了 我们还是先找小灵珠吧 任务是第一位的 应该在那边 我们找找看 好像应该似乎在上面 上去找找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你见过这么肥的葡萄 真是哪里都少不了他们 求求你们帮了我吧 我只是来吃葡萄的游客 真的吗 你看我的眼睛是多么诚实 我怎么可能说小话 雷震震没来吗 还没来 雷震震让我先来买付你们 放我下去 放我下去 死豆豆 你在这里看好风小小 我们去找小灵珠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它偷吃葡萄的 找到了 真的是小灵珠 没想到距离我们这么近 小灵珠 换灵水炮 小灵珠是我的了 老大 快点救我 别让它跑掉 雷震震 拜拜咯 雷震震 跟我回来 赶紧把小灵珠还给我们 竟然把我当肉球 对 要好好招勤教育他 然后我们吃葡萄 不讲义气的家伙 我绝对不会饶恕的 金彤彤要发火了 金彤彤可是最看不起不讲义气的家伙 这次雷阵阵要倒霉了 雷阵阵 站住 变见雷破 你快走 爸爸 爸爸 我好烟 是金头头 看你老天哪 放开我 快放开我 可恶 冯小小 快来救我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抛弃自己的同伴 还想他来救你 没门 是他太笨了 活该 我都听到了 这次 我真的生气了 放开我 冯小小 你给我记得 哇 事情解决了 我们来开葡萄宴会吧 你就知道吃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不是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我 气死我了 又被他们拿到了一颗 一系小灵珠 都是你的错 封小小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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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谢谢你救了我 哎呀不用谢 以后有什么好吃的 你记住给我就行 糟了 把老大的变雷针给弄坏了 要是被他知道 我拿出来弄坏了 他一定会把我劈成黑炭 怎么办呀 放心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真的吗 我以骑士的名义保证 绝对保密 金彤彤 有新的小灵珠消息了 赶紧集合 风小小 我得回去了 我也得回去了 再见 亲爱的五星蚂蚁 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 在凯旋门出现了 凯旋门 在什么地方 中国吗 凯旋门不在中国 在巴黎 是拿破仑为了纪念打胜仗 而下令修建的一栋建筑 小灵珠在凯旋门的什么地方 就在凯旋门的顶部平台上 听说呀 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巴黎的名声 五星蚂蚁已经传送过去了 唉 我去睡觉了 没事别吵醒我 哇 这就是五星蚂蚁呀 在中国古代 蚂蚁最早是用捐或纸 做成英烈的猛琴 所以蚂蚁又叫做纸鸳 原来中国人在古代 就有翱翔天空的梦想啊 出发吧 为梦想出发 五星蚂蚁 我回来了 打探到什么消息 小灵珠在凯旋门 凯旋门在中国的哪里呀 凯旋门不在中国 在巴黎 法国 这么远 我们要赶紧出发 这次绝不都输给五星蚂蚁 大家快看 凯旋门到了 大家准备好 让降落了 凯旋门 是啦 做风筝一点都不好玩 书上说 风筝不适合用来乘坐 果然没有错 还好我没事 兔兔兔竟然没事 因为我是风筝达人呀 瞧 我这黏土可管用了 怎么飞都甩不掉 是小灵珠 劈里雷电 别跟那么紧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们今天来 是要代表月亮收拾你们 大白天的 哪有月亮 白日做梦吧 看我的雷电 你就不能换一张吗 天天劈来劈去 伤到我不要紧 万一伤到了周围的花花草草 多不好啊 而天玄 雷破 讨厌 欢迎水炮 可恶 尝尝我铁鲜雷破的厉害 我就说我的铁鲜雷破很厉害 自作自售了吧 天玄雷破 现在这剩下的一刻了 想打倒我这个最强的战士 没那么容易 天玄雷破 金鲜雷破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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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快来救我呀 救命啊 那是我的手 机会来了 教育 怎么办 是吗 是吗 这是机会 还不快走 不 金董董是为了救我受伤的 我不能走 你再不走 我就让你变成黑炭 金董董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我没事 让你们担心了 小灵珠呢 被雷阵阵抢走了 可惜 我们明明是可以拿到小灵珠的 金董董 你刚才为什么要救风小小呀 今天早上 风小小曾经救过我一回 这是我欠她的人情 我要知恩图报 可你总不能用这个来报恩呀 而且差点把自己给摔伤了 我记得书上说过 要有繁朴之意 羊之贵辱之恩 我们作为蚂蚁也应该这样 要重情重义 我觉得金董董这样做是对的 小灵桌没了可以转回来 最重要的是金董董没事 吃一剑长一只 等我吃饱了就有办法了 谢谢你们 我终于拿到小灵珠了 阴心意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字叫恩 这个字叫意 合起来就是恩义 恩义是什么意思 恩义就是真图报 重情重义 你还听听说自己多么聪明 居然连这都不懂 敢说我不懂 你要反了呀 恩 每次你都欺负我 我不会让你逼到我了 宝玄龙卷风 恩 恩 等等 恩 封小小 你到底要走法呢 哈哈哈哈 小灵珠到手了 不过 封小小今天敢用龙卷风对付我 恩 小心你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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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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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店还不够 要和懒惰say no 你们太懒散了 博士又没有新的小灵珠的消息 福水家还能做什么 今天是三月五号 是中国的雷锋日 我们应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对呀 我们要学习雷锋的精神 不如我们去帮助人类打扫房间的卫生 也来做个火雷包 好主意 那就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没吃饱还要打扫 是博士 博士 你在打扫厨吗 幼儿园的智能保洁系统坏了 所以我去当志愿者帮忙搞卫生 怎么样 我很受小朋友欢迎 博士 有小灵珠的消息了吗 没错 这次还是代表正义的一席小灵珠 小灵珠出现在哈利发塔内 也被称为迪拜塔 是目前地球上最高的建筑 迪拜塔高828米 楼层总数162层 十分壮观哦 五行火车已经传送过去了 我要去幼儿园帮忙了 原来小灵珠在迪拜塔 老大 想这么多 小心点抽筋啊 闭嘴 小心我垫到你抽筋 快走 这就是五行火车啊 这个五行火车简直帅爆了 说明书上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火车 等下就知道 回方向出发 卢大 我们在等什么呢 当然是等五行蚂蚁了 我们不去找小灵珠吗 你一点都不用脑子呢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守珠带兔 我们就守珠带兔 这叫做战术 我懂得老大 那我们就边睡边等吧 我教你半天 你就知道吃喝睡吗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启动 转叶 快点停下来 要装上去了 刹车 刹车在哪里 不要啊 妈妈咪啊 好害怕 转叶之门 开启啦 我这帮名真是太伟大了 是啊 太刺激了 小灵珠在哪呢 小灵珠 快出来吧 找到了 咦 这里怎么会有沙尘 小灵珠 小偷 别跑 木头顿 快点拦住他们 雷阵阵抢走了小灵珠 будущ When the lights are so close 林木召唤 抬甩手来脚 看我闪电的厉害 手来脚 開闪电的厉害 砜眼零炮 泪魄 啊 换灵水炮 飞起来了 快点把小灵珠交出来 我给你 不过你要先给我松绑啊 不然我怎么能把小灵珠拿给你啊 陷乱了你们的阵脚就从你下手 天心雷破 小心 谢谢你 不用谢 你没事就好 我好有大侠都这么犯了 小灵珠呢 快去 别让他们拿到小灵珠 我懂得老大 踢到那么高 干你们怎么拿小灵珠 你脑子短路了 我是叫你抢回来 不是让你踢飞的 你别急着生气 五星蚂蚁要爬上去了 咬了 天心雷破 天心雷破 发现这不是的 我只是不小心发现了个电力装置 所以忍不住做了些手脚 没错 现在里面的地路板已经变得跟我一样 短路了咯 很快 整栋大楼的电力都会聚集到这里来 糟了 如果真是那样 巨大的能量会把这炸半天的 炸就炸呗 咱们马上就要拿到小灵珠了 有的是时间逃离 不行 灾难来临 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对 金大侠 我支持你 我们不是说 管要学习雷风了吗 路见不平 就要狭义相助 我也觉得应该去阻止它 真拿你们没办法 我们把线路拔断 阻止电力通路 土豆豆可以用你的黏土绳子 看土飞蛇 一 二 三 这帮蠢家伙 你们慢慢折腾吧 小灵珠我拿走咯 大家加油 一 二 三 下次小灵珠是本天才的 没想到 这次我们不仅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还把小灵珠夺回来了 看来多做好事没错 对 我们还有好事没做呢 忘了帮人类打扫房间了 我们回去继续吧 走了 到底就这么久了 一颗小灵珠都没有收集灶 你 你就知道是 你饱了 哪有力气呀 布兰星是一个科技和文化 文明高度发达的星球 我吻吻吻 别吻吻 别吻了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 你可是布兰星球最棒的植物学家 加油啊 谢谢你们 我一定不能放弃 我要从头来过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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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吉他 宣иров andний поним 又失败了 木屯屯 你怎么不回家看看妈妈呢 也许看到妈妈心情就好 实验就成功了 我宁愿用回家的时间来做更多的实验 可是 别说了 我还要做实验呢 这些植物都不对 还是没成功吗 就差一种草药了 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差哪种草药 吞吞 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真是个小迷糊 今天是你的生日 吞吞 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做给你吃 随便 那吃果子蜜好不好 吞吞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吃什么都行 我去忙了 吞吞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别撞了 烦死了 说话 吞吞 快来救我 妈妈 怎么了 我在树林 妈妈说话呀 快去救妈妈吧 可吞吞妈妈会在哪里呀 我想起来了 妈妈说要给我做果子蜜 她一定是去百明山谷采果子去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呀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 我好想你 都是我不好 妈妈是为了我才到山上采果子的 我真不是个好孩子 这不是木吞吞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认得我 你是星球唯一可以和植物说话的孩子 我当然认识你了 百花束爷爷 妈妈遇到危险了 可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这 我也不知道 都怪我平时没有照顾好妈妈 可这也没有办法 我工作也是为了拯救布兰星的职务 必须要尽快找出抑制病毒的办法 木吞吞 小涕者 其为人之本也 你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工作 而忽视了妈妈的感受 你要试着去读懂你妈妈 你是说 妈妈的感受 没错 对于妈妈来说 只要能幸福地和你一起生活 就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 妈妈 毒树我不好 我不该对妈妈那么冷漠 不该嫌他唠叨 木吞吞 不要着急 我来试一下 百花束爷爷 你能帮我找到妈妈吗 我帮你召唤山谷植物的力量 去找你妈妈 去吧 叶子会带你找到妈妈 妈妈 吞吞 妈妈 我马上救你上去 我的脚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一个人来这么危险的地方采果子 吞吞 妈妈受伤是小事 你的工作才是大事呀 不 妈妈 这对我来说就是大事 我来背你下山吧 吞吞 累不累啊 妈妈 对不起 我为了工作 从来没有好好陪过您 更没有关心过您 照顾过您 我真是太不孝顺了 你能这么想 妈妈感到很欣慰 我又怎么会责怪你呢 回去后我要留在家里好好照顾您 孝顺 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妈妈 我帮你按摩 我吞吞和研究所请了假 妈妈 喝茶 好好照顾妈妈 妈妈 我去浇花 妈妈 您种的是什么植物啊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是薄荷草 人们以前经常用它来消炎 不过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起来了 这种薄荷草太特别了 说不定对我的实验有帮助 那你赶快拿去实验室试一试 妈妈 我不回去 我已经答应留下来照顾您了 吞吞 你不光要有一颗孝顺的心 还要有一颗仁爱的心 你除了要爱妈妈 还要为星球上的所有人做贡献 妈妈 我明白了 我这就会实验室 太好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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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屯屯最棒了 恭喜木屯屯研究成功 现在授予木屯屯布兰星球最高成就奖 让木屯屯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今天我能获得这个奖 我要谢谢我的妈妈 没有妈妈的支持 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百花术爷爷告诉我 孝剃者 题为人之本也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将人像的文明精神 转不到整个布兰星区 蚂蚁皇后 你的成就和你颁奖礼上感人的发言 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我们正需要你这样出色的蚂蚁 来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你愿意接受吗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木屯屯明白了人孝的道理 并以身作则孝顺父母 关爱别人 成为了布兰星人之代表 女伙伴们一起去往新的星球 继续她的仁爱之旅 为梦想出发 老大 你头上怎么冒火了 风小小 你踩到我的脚了 老大 我错了 你不该叫风小小 该叫笨小小 哇 这茶真香呀 没错 没错 我最近看书中说 茶是非常好的宝剑饮品 中国的茶文化远远流畅 在整个地球都相当有名 现在 中国特别有名的名茶有 西湖龙井 黄山毛峰 安息铁观音等等 我们现在喝的就是龙井茶 你这个书呆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品味了 人家一直很有品味 好喝 博士 快停下 我们受不了吗 亲爱的五行蚂蚁 博士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我已经改良了和地球的通讯系统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了 走 不错吧 博士 你别扭了 你知道你身材好了 这次是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 出现在印度的太极灵的灵地 太极灵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 它被誉为完美的建筑 楼梯采用了纯白色的大理石 加上玻璃 宝石镶嵌其中 看上去美轮美奂 简直是世界艺术建筑的一个奇迹 那等什么 赶紧出发吧 走 看看博士给我们传递了什么交通工具 难道我们要坐龙船去太极灵吗 大家别紧张 这艘博士发明的降龙船是能飞的 放心吧 没事的 发喽 我梦想出发 好酷的船 笨蛋 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次我们也有秘密武器了 老大 你又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了吗 走 我们回厨房 老大 这是什么 这是我改造了恩赐的牵手机甲 威力巨大 超乎想象 哇 地刃军好厉害呀 当然了 我身为布兰星最伟大的科学家 这台机甲就是我实现梦想的见证 不说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大家系好安全带 咱们来个完美的降落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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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发明的东西每次都要出问题 改造后的龙船好像更恐怖了 真是危险的小龙船 一点都不好玩 大家快看 是小龙船 让我来 热火流胸 金童童 好好保管 放心吧 天才驾到了 最不想见的人又来了 没错 见到你们准没好事 上废话 赶紧把小龙舟交出来 你别妄想 我发明的牵手机器人太厉害了 你别得意了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看我的宇宙第一霹雳大闪电 我的神尊技甲 金童童 交出小灵珠 那是不可能的 金童童 不要怕雷阵阵的威胁 千万不能交出小灵珠 一定要保护小灵珠 对 小灵珠最重要 我们会坚持到底的 就是 大家魂天一致 什么都不怕 没错 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把小灵珠交给你 硬的不行 只好来软的了 金童童 我知道你是神明大义的 只要你交出小灵珠 我就给你超级大力环 让你变成全宇宙的大力士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我不稀罕 雷阵阵 你别妄想了 我们会坚守异行 团结一致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绝不做违背信仪的事情 鲁蛋 你看 金童童身上在发工 鲁蛋 不好了 他的机甲升级了 真是个胆小鬼 升级了又怎么样 看我的厉害 让你瞧瞧我的终极必杀 牵手合一 哼 我新的机甲 绝不会在力量上输给你的 与人之唇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猜的 金童童 你真棒 金彤彤的技巧好帅呀 闪闪发光 不贵为金骑士 恭喜你们集齐了一系小灵珠 做得很好 只要大家坚守一些 毫不动摇 不要轻易放弃 最终一定会成功的 孩子们 继续努力完成任务 返回布兰星 好嘞 如果不是精彤彤的机甲升级 我的前手机器人又怎么会输呢 你还吃 还没吃饱呢 红色拼不出来 你玩好久了 这是拼蓝色吧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玩魔方 这是人类的游戏 只要把六个面全转成同一种颜色 就算赢 这还不简单 我十秒就能搞定 不可能 有本事你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 谁怕谁呀 把每一面变成同种颜色 很简单嘛 我开始了 兔兔兔兜兔 兔兜兔兔兔就会吹牛 他太小看魔方了 完成了 怎么样 真的是十秒呢 咦 咦 怎么叼色了 好呀 原来你耍诈 直接涂上颜色 你们又没说这样不可以 反正我赢了 看来纸上最高的人就是我了 虚假的胜利 只会耍小聪明 你们羡慕我赢了而已 大家好 博士 你快来给我们评评理 没时间了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珠 出现在中国的鸟巢 五行飞龙号已经传送过去了 是那家五行飞龙号 我早就想试作一下了 快出发吧 大家上来吧 为梦想出发 他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幸亏我偷偷接收到了博士的五行飞龙制造图纸 发明了这台更厉害的双翼魔龙 刀小小 赶紧出发 是 这就是鸟巢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 由于整栋建筑的互相支撑 外观看上去像树枝支撑的鸟巢才因此而得名 这里可是全世界运动员实现梦想的地方 哇塞 我也好想参加 如果让我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我一个人就能把所有金牌夺到手 你太小看奥运会了 金牌猫不是一个人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所有人共同去奋斗 你们别闲聊了 快去执行任务吧 快看 小灵珠在那里 你们这些小喽喽快闪开 快追 冒烟 大家抓稳了 快走 去找小灵珠 别跑 大家跟着我 我们选择最近的鞋量上去 不是以前给我们的强力磁铁终于派上用场了 这边 走这条才对 前面就是了 这次我们肯定可以拿到小灵珠 雷珍珠他们是个危险 我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飞船润滑油 雷珍珍 你们快点追上来吧 海长一扁扁 怎么走下坡路了 不对 我们走错了 小灵珠到手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走吧 别让雷珍珠他们追上来了 等等 别跑那边 那边有 木头发 看我的 抓住了 别晃了 好重啊 小灵珠掉下去了 看来小灵珠命中注定是我们的了 可恶 谁这么缺德 竟然在这里放油 这个 是我 我 什么 是你 我被想冲动雷珍的他们 没想到 土豆豆 你这种单打独斗 耍小聪明的做法 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只有发挥团队的智慧和实力 才能夺取最终的胜利 我错了 糟了 小灵珠要被雷珍珍抢走了 怎么办 土豆豆 你玩过笨珠跳没有 我们一起来玩吧 笨珠跳 我迷茫了 五行召唤 点亮的 诚信的光芒 大队 大队 死了 弹土分锁 我来啦 小灵珠 是我的 不好意思 小灵珠 我先拿走了 木屯屯 我跟你没完 大家快掩护木屯屯 换灵水泡 这种小玩意儿 我才不怕呢 这些泡泡上 可有我的黏土啊 怎么会这样啊 老大 我来救你 下次小灵珠 一定是本天赛的 关键时候 还得靠木屯屯的办法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 我总喜欢耍小聪明 上次玩魔方 也是靠这个来欺骗大家 只要你认识到错误 我们就不会怪你的 对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再厉害的魔方 我们都能一起破解掉 五行蚂蚁 又拿到了一颗小灵珠 你能有一丝不吃的吗 就是这位中华的祖物 嗨 亲爱的五行蚂蚁们 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 在泰山出现咯 不会是让我们去爬山吧 放心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 精良的爬山用具 这是我设计的超级弹簧鞋 用它登山就跟散步一样轻松 太棒了 我的速度再加上这双鞋 一定是全宇宙第一块了 我们要把那两双鞋抢走 这样登上泰山就容易多了 开始突袭 天旋雷破 天旋雷小心 大家快帮忙 这下子你们没法脱身了吧 鞋子是我们的烂 太狡猾了 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别跑 快把我的鞋子还回来 灯架太重了 少一个人会失去平衡的 火葱葱 你要保持理智啊 不 我一定要把鞋子抢回来 你们撑住 我很快就回来 可恶的雷阵阵 竟然躲起来了 下次一定要把鞋子抢回来 木屠童 你的腿怎么了 都怪你太冲动 自己一个人跑掉 害得木屯腿砸到了腿 对不起 没事 只是一些皮外伤 没伤到筋骨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嗯 你想干嘛 不要乱来 这是针灸 是中华数千年传下的医术精髓 肯定管用 嗯 酒特地的穴味 贯通血脉 从而达到快速治疗的效果 嗯 好了 我感觉好多了 果然有效 我来帮你包张一下吧 看来没什么大碍了 我们还是赶紧去寻找小灵珠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交通工具了 登登登登 远航巨无霸大炮 我们不会被炸飞吧 放心 这并不是真的大炮 只是一个发射器 精准地把你们乘坐的炮弹机舱 发射到目的地 别犹豫了 快进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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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目标 中国山东泰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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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下子就到了泰山了 嘿嘿嘿 果然名不虚传 嗯 到处都是气势磅礴的地势 当然了 这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 是五月之首的冬月泰山 有天下第一山的美誉 以风景壮丽而组成 登上泰山可以看到各种景色奇观 嗯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拜泰山 还用泰山北斗来形容德高望重的人 哦 据我分析 小灵珠就在泰山的山顶上面 嗯 嗯 还要爬山 我的头还晕晕呢 大家提起精神 嗯 这是对一名战士绝佳的挑战机会 我们要学习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登上泰山 夺得小灵珠 创造梦想 创造辉煌 啊 等等我 你们可真慢呢 在后面做我们的跟壁种办 抢了我们的鞋 你们有啥好炫耀的 快追 可恶 博士的发明果然厉害 坏了 腿开始痛了 不行 我不能脱离大家 一定要跟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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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他的旧伤还没完全好所导致的 对不起各位 我拖了你们的后腿 不 这是我的错 当时我太冲动了 才让你的腿受伤 这可怎么办呢 这里火匆匆的速度最快 却有你去追雷阵阵他们 嗯 我们来照顾木吞吞 只能这样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小灵珠带过来的 燃烧吧 烈火流星 好 老大 我从从那家伙追上来了 想不到那小子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天学雷破 火灵阵飘移 看你能躲开多少块儿 这种小伎俩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我要全速充斥了 救命啊 不好了 大家有危险 木吞吞腿上有伤 肯定躲不开滚石的 怎么办 马上就能追到小灵珠了 是继续追上去 还是下去救人 虽然没拿到小灵珠 但是我能救回大家 我相信 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 哇 这块原石比刚才那个很巨大 就是玄奘 这次我们肯定躲不开了 快跑 你们别管我 你们先逃吧 不 我们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没事了 是火葱葱 你怎么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们需要我 总算得救了 对了 你回来救我们 那小灵珠怎么办 虽然没拿到小灵珠 但是我能救回大家 我相信这个决定才是最理智的 那个傻瓜火葱葱竟然被追了 看来 看来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了 我们车 冲小小你个笨蛋 总算拿到了一颗小灵珠 看我的天雪雷火 哎 啊 为什么高兴你要亲家看我 8 哇 好漂亮的山水画呀 有大师的风范 中国的国画艺术博大精深 我只是学了点皮帽而已 我也来试试 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出色的建筑师 再加点颜料 我的画 惨了 发生什么事了 兔兜兜把我的画弄脏了 这可是我画了一整天才画完的 弄得到处都是 洗都洗不掉了 你陪我画 你陪我画 我不是故意的 别争了 我有办法 难道你能把颜料擦干净 这些改成花朵 再把它们用树枝连起来 就大功告成了 既然把脏颜料全掩盖掉了 画得真好 我要把它挂在床头 吃一剑长一只 幸亏水淋漓够寂寥 我是呼叫我们了 我们赶紧去看看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冒泡了 艺术博物馆里收集了雕塑 板画 摄影 建筑等等 数量达到十五万件之多 其中包括不少经典的名作 比如说梵高的名画 星月夜就是其中之一 上回不小心被雷阵阵 抢走了小灵珠 这次我一定不会失手的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最快的蚂蚁战机 为梦想出发 不好了 老大 他们坐着蚂蚁战机去寻找小灵珠了 我们得赶紧跟上 别催 有我天才雷阵阵仔 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只要让我把这个安装好 再加入这个小灵珠 它就无敌了 有了它 一眨眼就能追上蚂蚁战机 走 小灵珠是本天才的 好多画 而且画得比金童都好多了呢 那是因为你在捣乱 这幅画就是梵高的名画呀 原来是张油画 喂 你们赶紧去找小灵珠 彼此顾着欣赏作品 难道来一次 你瞧瞧 这些艺术品都是超级棒的 我可不懂得欣赏 呀 我看到小灵珠了 可是太高了 够不着 哈哈 交给我吧 五星召唤 燃烧画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钢 太高了 怎么办呢 哈哈 天才雷震震驾到了 我是绝不会让你们得到小灵珠的 卢大 刚才好像是你帮助他们拿到了小灵珠 什么 大家快看 雷震震机器人的背部 算你们实户 雷鸣机甲经过我这个天才的改装 已经获得了小灵珠巨大的能量 快把你手上的小灵珠交出来 不然我就让你尝尝它的威力 这次 我绝不会把小灵珠交给你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雷震机器 快接住 那可是真贵的艺术品呀 笨手笨脚 你们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还想保护这些破坏东西 既然你们这么看重地球的艺术品 你要干什么 不把小灵珠交出来 我就把他们全毁了 他的目标是那幅画 那这边呢 不能再坐以待毙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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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骑士 有本事就打过来呀 金彤彤快助手 那张是梵珠的名作 星月夜的真迹呀 太可恶了 只要拿这些艺术品当挡箭牌 难道真的要把小灵珠交给他们吗 不 我绝不同意这样做 有了 我同意你的条件 现在就把小灵珠交给你 请你们不要破坏这里的艺术品 放心 我对这些破玩意儿不感兴趣 我只要小灵珠 小灵珠给你 接住了 我的 为什么这么烫呢 烫死我了 哈哈 将你接吻了 我只不过在人之前稍微加热了一下而已 这些破坏 这些破坏 我可不会留情吧 大王金刚全 轮到你们了 烈火冲击 小灵珠一定是半天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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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次竟然是水灵灵破坏了我的好事 下次 我一定要把小灵珠抢回来 听到了没有 小灵珠 小灵珠你哪次啊 在布兰辛五大神族中 水神一族天生能够制造出 具有治愈能力的水泡泡 他们负责着布兰辛上 所有的医护工作 快点不然我们就迟到了 这是咱们第一天去医院报到 好期待呀 失控了 快躲开 老爷爷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一点小小的擦伤 没什么大碍 齿铃铃快点 要迟到了 等等 我先帮老爷爷出零下伤口 选经痊愈 好了 按照医书 这段时间要尽量不要让手湿水 不然会发炎的 再见 现在的年轻人还不错 嗯 听说院长是个很奇怪的人 噓 噓 有人来了 嗨你们好 我是这里的院长 啊 是老爷爷 没错 是我 刚才你们走得太快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呢 不用客气院长 你的手还好吧 啊 说起我的手感觉痒痒的 啊 啊 怎么整成这样 啊 我所有步骤都是爱因书上处理的呀 啊 一定是我刚才把润伏水当成消炎药水涂上去了 什么 史玲玲 你怎么又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怎么 看来她经常犯错 啊 不是这样的 水灵灵得过药学优秀奖 医疗特等奖 急救竞赛第一名 她是我们中成绩最优秀的 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 能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的院长 身为一名救护员 如果紧急关头不能把知识发挥出来 那书就白学了 报告院长 能源中心遭到袭击 现场多名警卫受伤 马上全员出动 可其他救护队还没有回来 恐怕人手不够啊 你们两个也跟上吧 是 雷震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八部宇宙通缉令 你一定要抓住她 雷震震 不好了队长 能源中心被雷震震捕坏得非常严重 随时会坍塌的 跟我来 立即驻散所有人员 里面什么情况 大楼倒塌 警卫队的人为了疏散群众 被困在里面了 立刻挖开通道拯救伤员 是 大家快来看 这里有个通风口可以进去 急救手册第七条 救人要紧 我要先进去了 等等 这个通道随时会倒塌的 糟糕 要倒塌了 看来马上是太冲动了 做事那么冲动 只能靠她自己了 我们尽快挖开大门去救人 我的腿好痛 大家坚持住 救援队很快就会赶到的 救护仙前队 水灵灵前来报到 是救援队的人 太好了 终于得救了 你好 我是警卫队队长 请您带我们离开吧 这 我是一个人进来的 而且进来时的通风口 已经倒塌掉了 啊 这么说你跟我们一样 也被困在这了 嗯 嗯 大家别急 我先帮你们治疗吧 水星痊愈 嗯 感觉不怎么疼了 看来救援队的人挺可靠的嘛 不过我伤的是右腿 你怎么包扎了左腿啊 我的手肉伤 肯定把我的头绑了 哎呀 不好意思弄错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 什么 第一次执行任务 怪不得毛手毛脚的 我们真的能指望他吗 嗯 我重新给你们包扎吧 嗯 重呼吸 冷静 我一定要冷静 记住院长说的话 身为一名救护员 要时刻保持冷静 把知识拥有到实际中 才是真正的智慧 嗯 好了 这次好多了 太好了 大家别慌 刚才只是小部分的坍塌而已 请注意 请注意 三分钟后 将启动次爆程序 什么 这里要爆炸了 一定是刚才的塌陷造成积极的弱 这下走了 能源中心所有的能量 都集出在了这个能源晶体 现在 它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了 怎么办 快开 那出现了缺口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从那出去啊 快快 等等 通道口太高了 只有三分钟 根本不够全部上连撤离 那怎么办 说不定 九生手措上有办法 没有 还是没有 都什么时候了 还翻说 这情况能一样吗 鼠袋子 有超能板 什么 不能等了 我要强行打开缺口 身为一名救护员 要时刻保持冷静 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才是真正的智慧 对 我要冷静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队长 请冷静点 你这样下去 只会再次引发澹澹 水去盾 还好赶上了 谢谢你啊 水灵灵 嗯 有办法啦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逃出去 但我只要让那个炸弹逃出这里就可以了 这是唯一的办法啦 相信我 水泡泡 加油 水灵灵 可以的 快跑 啊 危险 彈力水泡泡 水灵灵 好热的 这次多亏有你在 嗯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太好了 就这样 水灵灵不仅救治了伤员 还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她的行动 得到了整个水神族的尊重和信任 并且最终选她成为五星战士之一 等待水灵灵的 将是更大的考验 香雪了 是啊 春节快到了 不如 把基地装饰的美美呢 我们也过个春节 太好了 我们大场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嗯 你去把那里补好吧 好嘞 包在我身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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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这是螺丝钉 不是普通的铁钉 不能用蛮力打进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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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只要用螺丝刀 就可以轻易地将它拧近木板 哦 哦 原来如此 遇到问题 要多观察 多开动脑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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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屯屯 你没事吧 放心 它只是暂时晕倒而已 很快就会醒过来 嗯 嗨 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出现了 赶紧前往目的地吧 那 木屯屯怎么办 哦 不能掉下它不管 我們戴上它 交给我吧 大家做好了 出锅 哇 真是 土豆豆 把你的灯号关了 快要亮相我的眼睛了 哎呀 太陡了 木关不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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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里是 这里是美国大峡谷 又叫科罗拉多大峡谷 是世界七大自然界奇观之一 你們要找的小灵珠 就藏在这条峡谷的里面 啊 好嘞 开始行动 嗯 多好痛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嗯 木屯屯 你终于醒了 嗯 你们 是什么人 哦 我怎么会在这里 哦 对了 我的任务是寻找小灵珠 我得赶紧 木屯屯 你等等 嗯 放开手 我不认识你们 别挡着我这些任务 嗯 怎么回事啊 嗯 难道木屯屯失忆了 失忆 大家别慌 有博士没难事 这是我最近研发的记忆恢复头盔 我们赶紧去找木屯屯吧 嗯 好 啊 发现了 发现五星蚂蚁的动向了 哼 他们果然去寻找小灵珠了 我终于赢了一局了 嗯 啊 居然称我不注意 笨蛋 就知道玩 赶紧行动啊 出了 就把笔记 我的任务 是寻找小灵珠 根据制雷手表的指示 小灵珠就在这附近呢 嗯 是木屯屯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哼哼 正好 先解决一个 看我发明的百发百中高压点击枪的威力吧 嗯 嗯 啊 啊 是谁出手救我 怎么办 被发现了 原来是你们救了我 对了 我们是认识的吗 我们是你的同伴呢 你不记得了 同伴 对呀 我们被派来地球一起执行寻找小灵珠的任务啊 我记得自己确实有这个任务 这就对了 我们呀 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瞧 咱们的合照我一直戴在身上 嗯 怎么上面只有你们两个 嗯 嗯 因为当时拍照的那个人就是你嘛 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这么说 我们真的是同伴了 生荡了 这家伙比我还准 有人帮忙该路就是好 找到了 这些好像是神头被缠上做惨了 嗯 那怎么办 木屯屯 你忘了 你可以跟植物沟通的呀 有这回事 我好像真的听到了树腾的心声 成功了 拿到了 太好了 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这么了解我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当然了 赶紧把小灵珠给我 等等 木屯屯 我们才是你的同伴 胡说 不信 你戴上头盔 就能恢复基因 这是什么 破头盔 太不经衰了 木屯屯 他们就是害你失忆的凶手 终极恶人刺小强 凌木召唤 凌木召唤 对 你们利用了 快消消 减凤 等着被埋吧 我们走 我怎么会在这儿 大家都没事吧 我马上想办法救你们 你总算提起我们了 怎么办 五星召唤 银鸡马 爱心的呼唤 神奉战神 我来拉你们出来 完了 现在你也先进去了 怎么办 冷静 我要冷静 要学会用脑 可以轻易的把它拧进木板 哦 原来如此 对呀 可以利用福利 水灵灵 你快制造出多一点的水泡泡 我明白了 福利水泡 神木召唤 真正好 发现逃跑中的敌人 交给我们 谈土飞锁 我 火通通 微毛腿保力求 是代表智慧的小灵珠 幸亏刚才木头顿够聪明 把我们救了出来 都怪我失忆 严厉了大家 不 这次全是你的功劳 要不是你想到办法 我们早就被埋掉了 小明珠找到了 任务完成 我们回去咯 这里是哪里呀 我是谁 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怎么办 轮到老大失忆了 对了 装机说不定 能让他恢复记忆 竟敢打我 你一定是我的敌人 不 我是你的同伴 别跑 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不爽 敌人 看着 老大 我不是你的敌人呀 终于大功告成了 这是什么东东 像菜碟子一样 没见识 这是我新发明的雷霆飞碟 上来 我带你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酷炫 这是什么 不用了 那是加速按钮 防小小 用命啊 救命啊 怪物 救命呀 怪物要来娶我了 哪头怪物像我偷偷 怎么拦得住呀 有了 我们可以用支出的办法 让猎物自投罗网 我明白了 圆年图 穆尊 跑这边来 得救了 水灵灵的计谋真管用 好像不是怪物 是架飞行器 是今一场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 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出现在巴黎铁塔了 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呀 不怕 我没有这个 这家伙跑得比我快多了 对呀 用白不用 大家快上来吧 要开动了 这是什么按钮 哇 好雄伟啊 能建造这样一座铁塔 简直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 巴黎铁塔又叫埃芬尔铁塔 是浪漫之都巴黎的地标之一 也是巴黎的最高建筑 小灵珠就在上面 我们顺着铁塔向上搜索吧 等等 我送你们一把神兔手枪 哇 太好了 我们上 老大 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 好累呀 闭嘴 要不是你把我的飞碟弄好了 咱们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只是这样子 轻轻碰了一下 不会吧 那就是故意的 封小小 老大 是巴黎铁塔 我们到目的地了 啊 真的到了 哼 这笔账下次再跟你算 找小灵珠要紧 根据手表接收到的信息 小灵珠就在塔顶上 乖了 老大 五星板也抢在我们前头了 竟然来得这么神速 那是 那是我的雷霆飞碟 怪不得 他们来得比我们早 偷了我的飞碟 还想把小灵珠抢走 幸亏雷霆飞碟的遥控器 在我手上 靠近点 哈哈 这 怎么回事 比星期好像突然不受控制了 我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糟了 被别人在你吃喝了 摇下车肉脾了 啊 五星召唤 战斗法 力量的元神 黄金骑士 总算安全着陆了 飞碟了 在我这儿呢 果然又是你们在搞鬼 雷霆飞碟本来就是我的发明 我手中的遥控器就是证据 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 拜拜 九龄局是我们的啦 怎么办 他们要逃跑了 看来只能用剧取了 这个计谋真不错 就这么办吧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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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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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来了 昏陵水泡 怎么样 你到手了吗 别变君了 小灵珠在这儿呢 到手了 谁说我要抢的是小灵珠了 我要抢的是这个 完了 免费带你们玩过山车 咱们终于反败为胜了 水灵灵真是阻止夺谋 真是太棒了 要达成目的 不一定只有一种方法 还可以想得更多计谋来取得胜利 说得对 五星蚂蚁竟然毁了我的神异者飞蝶 下一次我一定要连本带里的鹰回来 听到了没有 你救我师父 小睡得真舒服 人都去哪了 今天是元宵节 大家都出去许愿了 什么许愿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这天到处会解满花灯 还有盛装打扮的花车巡游 人们还会把梦想写下挂到许愿树上 这样就会美梦成真了 我也想许愿 他们竟然不带上我 不可原谅 现在去太迟了 估计早就结束了 不去就不去 兔兔兔 你在干什么 噓 这是我精心设置的超级陷阱 等一下好撞弄他们一番 这不太好吧 谁让他们丢下我一个去砍花车 花车好漂亮呀 没错 这都是红色大辆 好想坐一会那些美女的花车 是 噢 晒浪啊 是谁乱放东西 害我差点摔倒 肯定又是土豆豆在捉弄人 被发现了 水连浪你太机智了 彩色的玻璃珠 一眼就能发现 哦 绊脚的绳子这么粗 瞎子才看不到 有那么明显吗 嘿嘿嘿 这些五星蚂蚁老跟我作对 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新改良的电磁王机器人的厉害 嗯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的新发明金箍圈 可以飞速准确地捆绑住目标 只要把它们全捉住 所有小灵珠就是我们的了 把这些没用的机关都撤了吧 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嗯 收手交勤吧 五星蚂蚁们 啊 还真有人会上当呀 诶 说不是找我们了 嗨 五星蚂蚁 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的埃及出现了 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埃及金字塔 没错 相传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 总共有一百多座 因为形状下汉字的金字 所以中国人称为金字塔 据我侦查 小灵珠就在其中最大的 胡夫金字塔内 我们赶紧回基地准备出发吧 困了 他们巨都小灵珠了 哼 休想摆脱我们 真不敢相信 这是人类 在四千多年前造出来的建筑 哇 雷震着他们也跟上来了 被发现了 嗯 打不到 打不到 别乱动 热气球被你们弄得摇摆不定 要我们不动 那你们别扔东西下来嘛 快用风控制结束啊 心怒动 总算稳住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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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耦聪聪 水淋里啊 木吞吞 呃 我们马上回来救你们 呃 呃 大家都没事吧 呃 呃 看招 呃 雷震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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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被我的金箍圈绑住了 可恶 既然绑得这么紧 没有钥匙是不可能挣脱的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我们的囚犯了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法老的密室 看 小灵珠在那儿 小灵珠是我们的了 大家小心 这间密室里有器官 这里会不会有可怕的木乃伊 完了 这里危机重重 我们出不去了 我不要跟在这里 大家冷静一点 一定会有办法的 这是什么 居然能移动的 这块板好像跟机关有着什么联系 可以随意移动的小方块 不过分布得很乱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拼图 哈哈 原来是拼图游戏啊 也就是说 只要完成了拼图 就能顺利通关啦 看我的 这样 这样 再这样 还是你们来吧 你们谁厉害点啊 玩拼图 当然是我们机智过人的水灵灵最棒咯 我来试试 好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宝贤旗舰 你们先走 真够狡猾 拿我们当挡箭牌 没关系 我们先走 快 一口气冲过去 你们快停下 不要乱动啊 这座桥随时都会塌掉的哟 竟然被耍了 你们早就知道桥快要塌掉了吧 怎么办 就这样一点点了 别乱动啊 风小小 你们最好把身上的东西都扔过来 可以减轻重量哦 对哦 谢谢你好心提醒啊 不行不行 还是太重了 全都扔完了 钥匙到手了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早就跟你们说了 水灵灵是最机智过人的了 又被你们骗了 太好了 小灵灵终于拿到手了 小灵灵 你个大骗子 头头头 我们来见你们啦 别丢下我们 再见咯 气死我啦 救命啊 都怪你太胖了 下次小灵灵一定是把天才的 可恶 可恶的水灵灵居然敢骗我们 雯小小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呢 老大 灵灵你也被骗了 korch 我已经派出了超能魔甲虫到五星蚂蚁那儿 很快就能把超能板偷回来了 都去半天了 还没偷回来 要是你弄坏我的支雷手表 我用得找去投五星蚂蚁的超能板吗 回来了 但真的把超能板偷回来了 当然了 我发明的超能魔甲虫 没有它偷不走的东西 我果然是布兰星史上 最伟大的科学家 小偷 把东西还给我们 亲爱的蚂蚁们 代表智慧的智信小偷虫 博士 快点帮忙 你们等着 我马上给你们找个好帮手 是博士 你怎么来了 竟然是你这老家伙 再不兰星把我搞得那么馋 出动摆着光甲虫 可恶的博士 你毁了我的梦想 今天我要跟你一决高下 魔甲虫 赶掉它 博士的光甲虫被击碎了 训练还不够 咱们还是先撤吧 上 上 上 我赢了 博士的发明就是个垃圾 踩了它 给我狠狠地踩 可是 我已经把蚂蚁灯们把超能板拿走了 快追 这次是代表了智慧的窒息小灵柱 出现在美国国家图书馆 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时空列车 这辆时空列车 它可以转化成电波信号 通过电缆迅速到达目的地 听上去不错 我来坐前头 他们要走掉了 有我在慌什么 魔鹰追踪器 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能找到他们 去吧 魔鹰追踪器 太酷了 就像是做时光机一样 这里是 这里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 是人类的最大的知识宝库之一 里面收藏了一亿两千八百万册的馆藏量 其中包括许多稀有图书 特色的收藏 对了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地图呢 雷震震他们跟过来了 老大 你果然留不及 一下就找到他们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小灵珠是我的 快跑 混乱 受死吧 人呐 人呐 咱们留进去了 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 给我追 哇 这里那么大 怎么找啊 放心 有多事 没难事 这个是超能手电筒 360度无死角 全方位扫描 哇 有 找到了 真的在这里 小灵素是我的了 雷震震 你真卑鄙 是你们太笨了 雷震震 你以为你们真的赢了吗 鲁大 怎么他也有遥控器 他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怎么回事 我的魔甲虫不受控制了 他已经被我的百战光甲虫二号控制住了 什么手机扔上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在你上次打败我的百战光甲虫时 虫体启动了智能反击系统 释放出了这个二号小甲虫 太棒了博士 连这部您都想到了 原来一切都在博士的掌控当中 这就叫做大智若鱼 可恶 既然是不行 既然是不行 那就用武力解决吧 小灵珠掉下来了 不是 我们来帮你 龙大 我来帮你 大家抓紧点 别掉下去了 木头腿你放手 有我一个就够了 我会把小灵珠抢回来的 可是 你们尽管放心 有博士没难事 关键的时候我还是很可靠的 好吧 老家伙 你就不怕被摔得粉身碎骨吗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雷阵阵 咱们走着瞧 我拿到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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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那个博士 只是个机器人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分天赛的 博士 这次的发明太酷了 当然 我的发明是最靠谱的了 什么 我的新发明就失败了 可恶的老头博士总是出来阻碍我 本天才才才是最厉害的 本天才才才是最厉害的 本天才才才才是最厉害的 这项实验非常重要 七号两杯 啊 总算完成了 点平了桌子就不会摇来摇去了 终于可以开始实验了 博士 这个实验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 这是女王陛下的委托 如果成功开发出试剂 就能满足布兰星上万的生产力需求 我也想参与研究 你只是我的助手 只要帮我递递东西就行了 这种试剂可以激活脑细胞和强化机体 从而增加蚂蚁50%的工作能力 加点白色试剂 然后加入绿色的 怎么会这样 蚂蚁博士 你把红色的试剂当成绿色的了 糟了 挫加了膨胀剂进去 博士 博士 你没事吧 我的手 不好了 这样下去实验是会被撑爆的 所有研究成果也会复之一句了 我得赶紧想办法 完成了 希望这个冷却机有效 博士 你没事吧 总算停止了 谢谢你雷震震 这次多亏了你 我恐怕暂时无法进行研究 看来这个任务就只能靠你了 您是说把任务交给我全权负责 没错 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还有 这是五星中心密库的钥匙 可以查阅你需要的资料 这可是所有研究人员做梦都想进去的地方 啊 传说中的五常灵珠密库 护兰星所有的知识都在这里了 古代从地球带回来的文明能量都储存在这里 这里不仅记载了布兰星与地球的密切关系 还有所有文明知识的起源过程都记载在这些书籍上面了 哇 机器人制作大拳 化学百科 每一本都好想看呐 咦 那是什么东东 还打着封条 好 反正都来了 打开看看应该没问题 这里记载的是 太好了 有了这个 我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到时所有人都会崇拜我了 伤终于好点了 不知雷震震的实验成果研究出来没有 怎么回事 成功了 成功了博士 我成功制造出蚂蚁分裂机 你瞧 我感觉出这台机器中有危险的知识能量 这台分裂机能让一个蚂蚁分裂成两个 甚至更多 这可比你的试剂强多了 你竟然打开了禁风之卷 这可是邪恶的知识绝不能使用啊 管他邪不邪反正我成功了 不 我命令你马上停止这个研究 为什么 你不是说圈圈交给我负责了吗 不用多说 我要马上报告女王 完毕掉这个实验室 不 你不能这样 我要向你证明我是对的 雷震震 雷震震你怎么了 你 博士 我没事 我就知道我们会成功 怎么 有两个雷震震 臭老头子 竟敢关我的实验室 我要好好救星你一下 你疯了 蚂蚁博士是好人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别忘了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小心 不 博士 博士 你没事吧 这就是我阻止你的原因 分裂机不仅把你变成两个 也分裂了你的人格 我应该早点听你的 我们必须立刻去阻止这个邪恶的你 否则布兰星就会大乱了 我明白了 说不定这个能派上又长 我要破坏掉这里头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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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整个电源控制中心都要被它破坏掉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快停下 快急急急急急急救赠源 这种眼镜杀杀力太急了 太好了 只要把这里的能量置在我身上 到时就没人能阻止我了 到时就没人能阻止我了 糟了 快阻止它 让你试试博士发明的厉害 这什么眼 放开我放开我 这种膨胀剂果然是绝缘的 太好了你的电放不出来了 快把它带回实验室 你们要重新合体 是 你 雷震震真的是你吗 蚂蚁博士是我 我已经成功合体了 禁风之卷惹出了太大的麻烦 以后你绝不能再用了 知道了 对不起博士我给你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记住 虽然我们拥有先进的文明技术 但如果不能好好利用这些知识 就会陷入邪恶 造成巨大的灾难 可是 禁风之卷的知识力量这么强大 放着不用就太可惜了不是吗 嗯 过分追求力量的强大 会让你丧失理智的 我知道了 雷震震你犯下大罪 我奉命前来拘捕你 你将被终身囚禁起来 不 危险已经解除了 邪恶的雷震震已经不存在 它是合体后的雷震震 是我的助手 他是危险人物 必须控制住他 不 那些东西不是我破坏的 还说跟你没关系 这个人太危险了 你一定要把他捉住 不 我不要去做了 一不做二不休 快退下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雷震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帮助我逃出这里 雷震震 你不能走 你所在是以前的我了 追 发布宇宙通缉令 一定要抓住他 可恶 居然逼得我走投无路 雷震震 是谁 我是天明将军派来的使者 跟我走吧 成为天明将军的部下 可恶 现在只能投靠天明将军了 打听到五行蚂蚁在干什么了吗 打听到了 他们正在作诗呢 作诗 他们竟然还有闲情玩这个呀 很好 你们继续玩呗 很快我就让你们尝尝我秘密武器的厉害 水灵灵 你的诗还没做出来吗 古语有云 心如止水 见长明 只要静下心来 才能做出好事 火匆匆 你给我站住 有本事你来追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清静 清静 我不能被他们干扰到 看我的武力尽魂尼腿 我太安静不下来了 你们两个给我安静点 水灵灵血湿 需要安静 有了 我想到了一句 是谁又在吵呀 这次可不是我 是博士 哟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任务来喽 看来今天是写不了似的了 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 在中国的黄鹤楼出现了 黄鹤楼 就是那个许多诗人争相游览的黄鹤楼 楼吗 没错 就是那座著名楼阁 它位于长江南岸的一座峰岭上 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在三国时代建造完成 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历史了 整座楼阁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特色 许多大诗人在那里游历完后 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名具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出发吧 说不定 说不定到了那里 我可以得到不少显尸的灵感呢 等等我们 为梦想出发 这就是黄鹤楼 造型真够古典 我们比比看谁先上到最顶层 走咯 我们可不会输给你 这里的风景真好 看小灵珠在那个尖顶上 狡猾 糟了 木屯屯掉下去了 木屯屯 在那里别乱动 我现在就来救你 火匆匆 你冷静点 那里太滑了 你也会掉下去的 水铃铃说的对 那用我的黏土把它拉上来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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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水灵灵,你快去拿小灵柱,木屯屯交给我们 明白了 你们逃不掉了 快帮我出去 木屯屯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她 看走 不好了 你的同伴都被我捉住了 赶紧投降,交出小灵珠 我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你打败 五行召唤 打开吧,智慧的指引 泡泡仙子 就像你一个还想打败我 水灵灵小心 水泡泡防护队 包检龙检放 不甘一击 完了,这下完了 水灵灵,你没事吧 快真作样 小灵珠要被抢走了 怎么办,怎么办 有本事放我出来 我要跟你大战三百回合 天不怕,地不怕 胜利一定属于我雷阵阵 怎么办呢 是代表智慧的小灵珠 对呀,我要静下心来 一定还有办法 我们还没有输呢 小灵珠 请用您的智慧来指引我吧 怎么回事 他的机脚又不活了 这些没用的软泡泡 本天才根本不怕 为了保护同伴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你打败 星钻冰冻 好巨大的冰块 它又怎样 我一点都不怕 不但是巨大 它还可以随意地变化哦 真聪明 书上说 凹中的精灭能够折射阳光 来聚集热能量 管你是冰块还是木块 我照样可以击穿它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全靠这架新的神尊机甲 我们终于得救了 这都是水灵灵的功劳 禁忌关头还能保持冷静 我相信你绝对靠得住 所以我就没欢过 刚才不知道谁在那不停地叫着 怎么办怎么办 哪有啊 恶物的水灵灵 偏偏在那种时候升级机甲 下一次它们就没那么好运了 可是它们一直很好运 饺子是中国的特色食物 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这是什么味道 闻起来好香啊 那是中国人传统的食物酒子 地球人都很喜欢吃 我们也想吃 我已经很久没闻到过 这么香的食物了 书上说 要吃李高生 我们只是想尝一下而已 对对对 大家都是美食家 美食不分你我他 我来到地球后就没吃过饱饭 都瘦了一大圈了 大家都是布兰星的头像 你应该了解我们的心情 这好吧 我分一点给你们 就这儿吧 就这儿吧 来吧 你真是好人哪 不对 小的这份才是你们的 谢谢了 再见 别废话 快跟上来 这两个家伙 太贪心了 就这么一丁点 三牙缝都不够 亲爱的蚂蚁们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又出现了 就在西湖的雷锋塔上 雷锋塔是古代无悦的国王所见 因为坐落在西湖西兆山的雷锋之上 所以才被人们称为雷锋塔 著名的西湖石井之一雷锋西兆 说的就是夕阳西下时这里的美景 好想等到太阳下山时 看看这里的景色呢 我们可没有这个时间 咱们还要找小灵珠呢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穿岩地龙战车 大家赶紧准备出发吧 是 为梦想出发 鸡宝宝睡个觉经好 满足了吧 是小灵珠的信息 赶紧行动 不能让五星蚂蚁们抢在前头 快点啊 我们做一神者废蝶过去 这带抱都走不动了 这一栋就是雷锋塔吗 有什么特别的吗 听说雷锋塔下面住着一条千年圣经 不会吧 没错 传说修炼了千年的白蛇白娘子 曾经就被压在这座雷锋塔的下面 不过那只是个传说而已 这座坛那么高怎么上去啊 有博士没难事传送雾形空灵灯 哇 我发明的可不是普通的空灵灯 这个空灵灯不需要烧火 用这根超能灯灯加热就能一飞冲天 啊 真的飞起来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赶紧上去吧 这龟族没吃饱饭吧 我来帮他加把劲儿 土豆豆不要乱动 这样空灵灯会失去平衡 大家都会掉下去的 看 小灵珠在那儿 土豆豆 叫你不要乱动啦 我没有动啊 大家稳住 要保持平衡 遇到麻烦了 天才雷震着驾到 终于拿到手了 冯小小 让暴风吹得再猛烈一点 我懂的 老大 暴玄龙剪方 等等 这帮家伙老跟我作对 他们困住了 我要下手再狠一点 怎么这样落井下石不太好吧 反正小灵珠已经到手了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不行 对敌人不能太仁慈 雷震震 你要干什么 我啊 我啊 機甲召唤 雷震召唤 五行召唤 打开吧 智慧的指引 泡泡仙子 找换水泡泡 换灵水泡 大家没事吧 可恶 慶沿岭灵灵即食 差点摔成了肉饼 这个发明不错 抢回去 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拜拜 可怜的五星蚂蚁 拜拜 是博士 不好了 我刚发现了孔明当存在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 你们要马上停止使用 因为超能灯管使用过长 就会烧坏掉 什么 会烧坏掉 怎么回事 这么轻松就到手了 博士的发明果然不靠谱 看来我要出狠招了 怎么回事 肚子好痛啊 厕所厕所厕所在哪里啊 也许 你们给我记着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败的 可恶的五型蚂蚁 竟有些阴谋轨迹 都是你贪吃肉的货 好热 好热 龙泉青瓷 中国传统赤词珍品 清台玉名如镜 普聪聪 你看什么呀 这么入名 上面正介绍作陶瓷呢 那些陶瓷实在是太漂亮了 当然了 陶瓷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是传统的艺术代表之一呢 我也来试作一个 先把陶土做出来 百发百中 黏土飞蛋 吃一次长一致 好嘞 差不多可以把陶胚做出来了 再来一次 土豆豆 你这个导弹鬼 你给我站住 书上说要团结有爱 虽然土豆豆喜欢捉弄人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就是就是 我只是随手听听那么一声 那是我最亲爱的盆栽 土豆豆 你赔我的盆栽 你不是说团结有爱吗 你家不是故意的啊 博士呼叫我们了 今天就饶了你 啊 大家好啊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了 敦煌曾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 而敦煌古城建于汉代 他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重的习域风景 不过如今已经被侵蚀严重 列入重点保护区 你们要找的小灵珠 是在后来重修的敦煌古城上面 放心 包在我们身上 为梦想出发 五星蚂蚁 好 走吧 他们找到小灵珠的消息了 咱们一块回去准备出发吧 等等 跟我来 这些年徒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呢 哈哈哈哈 敦煌古城 果然很有古典的风格 一来到这儿 就感觉有种古装武侠片的味道 哈 哈 大侠土豆豆要重修江湖了 带我马上去把小灵珠取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雷战战 又是你们 就你们那点本事 也敢口出狂言 老大小灵珠在那儿呢 我早有准备 这是我专门用来爬墙的新发明 有了它 我们就能以流星的速度 到达上方 你说的流星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还不是因为你太胖了 不过已经足够了 我们会比五星蚂蚁先到达的 怎么办 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 有博士没难事 找到了 超能滑板爬墙速度一流 那我来 这个一定很刺激 还是我来吧 比速度是我的强项 火松松说的对 这次任务就交给他吧 老是想我的风头 嘻嘻嘻 嘻嘻 滑板小子 火松松来啦 哎哟 对不起 我又失手了 我还有任务 懒得跟你计较 小灵珠 我来啦 佳牛 火松松 快快快 别让他追上来 快快快 别让他追上来 连蜗牛都比你快 拜拜啦 可恶 太嚣张啦 啊 啊 啊 怎么回事啊 啊 啊 拜拜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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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火葱葱摔下来了 换灵水炮 火葱葱 你没事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滑板突然失灵了 助推器上好像有东西 是黏土 葱葱葱 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你早就对我不满了 不是我干的 就是你的黏土 就是你干的 你无外好人 你们别打了 大家要团结啊 小灵珠被抢走了 没想到一块小小的黏土 就把你们弄成这样啊 原来是雷震震你干的 竟然是这种坏招 破坏我们的友谊 反正小灵珠是我的了 随便你们怎么说 封小小 嗯 跟我的 这是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 暴雪龙剪刀 暴雪龙剪刀 我们撤 快跑 我被卡住了 我来帮你 来不及了 你们快跑 别管我了 不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把困难解决掉 土豆豆 用你的粘土 我们一起把大虎拦下来 我明白了 大家一起用力 还好 只是小枪没什么障碍 对不起 土豆豆 是我错怪了你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平时老喜欢捉弄人 才让大家对我产生了误解 虽然没拿到小灵珠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们团结友爱 以后再大的困难 也能一起克服掉 又拿到了一颗小灵珠 距离成功 又迈进了一大步啊 你吃吃吃 吃我的天生雷布 本正又会被夺回去啊 来吧 今天我们就来一决高下吧 超级旋转球 左边 右边 火丛丛 我交给你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了 任务 忘记了 对不起 我现在就去办 没时间收拾了 金童童 麻烦帮我把这些书收拾起来 我有事先出去 等等 谢谢喽 火丛丛真是的 丢下这个乱摊子让我收拾 这么多书 我要收拾到什么时候啊 不管了 反正我的训练还不够 继续打乒乓球 谁敢书扔在这里啊 好痛 水灵灵 水灵灵 你的腿没事吧 幸好只是一点擦伤 都怪火匆匆 把树扔的到处都是 我刚好有事要出去 可我已经拜托金童童帮忙收拾了呀 火匆匆做的固然不对 不过金童童 你也应该有点舍己为人的精神呀 别只顾着自己打球 我们知错了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了 就在桂林的橡皮山上 桂林山水一向以山清水秀 动其十美而得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 而这座橡皮山原名叫离山 由于外形酷似一头站在江边饮水的大象 所以被称作橡皮山 你们要找的小灵珠就在橡皮山的鼻子上方 霍虫匆 我让你找的灵剑找到了吗 嗯 已经准备好了 这两个球有什么用啊 啊 这是龙的眼睛 我的五星龙舟正好需要它们 太棒了 花龙舟可是中国的民间传统 我早就想试试了 这个就叫挂龙点睛 耶耶 为梦想出发 终于到了 那座就是橡皮山吗 桂林山水甲天下 果然你不虚传 加油吧 继续前进 等等嘛 这么漂亮的风景 那我多拍几张 嘿嘿 你们慢慢游上玩水吧 小灵珠是我们的了 拜拜喽 太期然了 让它们跑掉 加速封小小 快点 快点 大门落后的破船 也想追上我类龙舟 花龙舟靠的是 鱼鸡协力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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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 快点 加大马力 嗯 已经是最怪的了 看来要出绝招了 嘿嘿 上次抢来的小灵珠 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十倍能量全速前进 傻眼了吧 大家别放弃 继续滑 找到了 小灵珠在这儿 快走 他们要把小灵珠抢走了 看我的 烈火流星 加速 放开那条绳子 封小小 快去阻止它 怎么阻止啊 随便什么 想办法让它松手 快松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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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 是小灵珠 谢谢喽 啊 啊 你个蠢货 谁让你把小灵珠给扔出去了 我把小灵珠押回来啦 哼 还没完呢 追踪导弹 发射 黄泽泽 小心后面 你手中的小灵珠 已经被我的导弹锁定了 我不行了 木头堆 监住 别给我啊 我可不要 讨厌 别给人家冒 我不要 我也不要 人呢 别丢下我呀 交给我 金头头 好得真帅呀 可恶 训练还不够 摆脱不掉啊 别逞金头了 把小灵珠还给我 我就命令导弹停下 有了 给你 龙珠 快让小灵珠提供 我的龙珠 还有我们的小灵珠 下次小灵珠一点的门店才能好 干得好 刚才太惊险了 幸亏金头头及时把导弹引开 是你说的 要舍己为人嘛 别人都没抢到自己的法案丢了 我的左眼 太可恶了 我的左眼何在呀 太可恶了 这也有不你的悲劲 封小小 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 没问题 已经运作正常 爬这么高 要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队长 我设计的这个攀爬背包可安全了 再高的地方我都能爬上去 很好 这些风车可是我们风部落 数代蚂蚁们梦想的结晶 他们解决了布莱星大部分的电力供应 所以说我们责任重大 绝不能马虎 是的 队长 风车怎么停止运作了 不是说一切正常吗 我已经警察过好几遍了 没有什么故障啊 报告 不好了 风部落所有的风车都停下来了 怎么回事 好像没有风了 是啊 从刚才开始就没感觉到一丝丝的风 怪了 我们风部落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啊 你们快看 山顶上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里是断风鸟 坏了 难道是 是什么 我曾经在部落记载中看过 在风部落的断崖之巅 有一棵丰之古树 古树已经存在了几万年 传说古树一千年才会结出一棵风葫芦 风葫芦就要操控风的力量 操控风的力量 难道古树今年正好结出了风葫芦 把风力全吸走了 很有可能 马上召集部落成员返回总部 共同商业应对的办法 是 为什么没有风啊 怎么办呢 大家想想办法吧 看队长怎么会有 报告 怎么样 外面有风了吧 队长 还是一丝风都没有 不能再等了 我刚刚接到蚂蚁皇后亲自发来的通知 由于失去店里供应 布莱星已经陷入了混乱当中 蚂蚁皇后命令我们马上解决问题 看来咱们必须派人去把风葫芦摘下来才行 看来咱们封部落要成为全布莱星的焦点了 立即准备风速飞行器 前往断风崖 是 不知这次的任务队长会派谁去执行啊 我怎么知道 要是谁帮布莱星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他就是整个星球的大英雄了 哇 大英雄 都准备完毕了吗 已经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出发 很好 这次任务就是由我亲自去执行 风小小 你留下等候命令 可是 可是我 不用多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队长太自私了嘛 自己想当英雄竟然不让你去 我不让你去的原因 你以后会明白的 根据风部落古书的记彩 摘下风葫芦的人 将会受到可怕的诅咒 我只是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个是飞行器上的设计图纸 糟了 飞行器引擎上有缺陷 队长有危险了 我得赶紧到断风牙通知他 飞行器一定坚持不了到达山顶 我得赶紧上去帮助队长 怎么回事 队长 我是风小小 我正在你的下方 是风小小 你怎么会在这 队长 引擎的设计有问题 飞行器已经失控了 随时都会坠毁 什么 可恶 没办法 风小小 我没事了 总算脱险了 可那个风葫芦怎么办 只能由我去摘了 不对 如果我摘了风葫芦 那岂不是抢了队长的功劳 有了 我把风葫芦摘下来 然后悄悄交给队长 这样大英雄还是他 断风牙这么高 连飞行器都很难到达 我真的能行吗 有办法了 我还有这个 我一定要爬上去 帮助队长成为英雄 终于爬上来了 这个肯定就是风葫芦 摘下它就能解决一切 对 风小小 风小小 可恶 风圈长竟然被他们先拿了 太好了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是什么人 你是大坏蛋吗 风小小 我是队长 你不记得我了吗 看来传说是真的 摘下风葫芦的人会受到阻证 别他神智从坏 风小小 风小小 救你的人是我 他是个骗子 就是他害了你 不是你的队长 怎么会害你呢 我讲起来了 你是队长 你是队长 你想要跟我抢功劳 不让我当大英雄 一定是风葫芦的诅咒 让风小小变成了这样 对不起 我来接受队长的人 应该是我才对 风小小 风不落一直想把你赶出去 不过你现在拥有了 风之权杖的力量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对啊 幸亏你提醒了我 可恶的风不落 我要好好蒸发他们 风小小 你要干什么 你快回来 风小小 不要啊 不知道队长 顺利完成任务了没有 风来了 太好了 风声恢复一转了 怎么回事 这风也太强了点儿嘛 风小小 可恶的风不落 我要把这里全毁掉 风小小 你怎么了 风小小 放学龙眼发 快快快跑啊 快跑啊 快跑啊 干得好 你果然是当大英雄的材料 大英雄 我做梦都想当大英雄 那就加入我们黑魔军团吧 我们一定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哇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风小小 你不能走啊 风小小 球越过了守门员 耶 成功了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 为了一个球抢了半天 也都不好玩 这是足球 是男生追逐梦想的游戏 你们女兽不懂的啦 不如咱们也来一场足球比赛 这主意不错 那我和土豆等一对 你们俩一对 这样分不太好吧 我们两个速度和力量都处于劣势呀 只要我们配合默契就没有问题 哟 哟 口气真大 那我们就奉陪了 开球 传球 你一边看着就行 让我用速度来取胜 还是让我来吧 快追 金通通 你到底跑哪边呀 既然抢我的丑 我们去夹击他 我们赢了 太棒了 应该让我去进球 凭什么 应该是你掩护才对 地足球最重要的是配合 你们没学会互相帮助 当然会输给我们了 说得对 正所谓二人同心齐力断金 我才不要跟他配合 我也是 是博士找我们了 一定是发现小灵珠的消息了 我们赶紧回基地吧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 出现在西班牙的博纳乌体育场 博纳乌体育场 那可是黄马足球队的主场啊 没错 黄马队一直没有固定的主场 直到1947年 博纳乌体育场建成 球迷们终于实现了在现场观看的梦想 这里也成为了黄马球队百年历史上的传奇 冠军球队的主场 一定要去看看 五行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赶紧出发吧 为梦想出发 奇怪 怎么没信号呢 有了有了 快跟 好球 快传球 别傻愣着 快去防守 好球 小灵虫 在 波纳 哦 这也好方法 有多事没难事 你们可以用五行滑板来进行低毯式的搜索 好嘞 我们分头行动吧 好嘞 我们分头行动吧 都怪你 看什么足球赛 派我们来晚了 明明是你想干的 找到了找到了 运气正好 你要看 我找到小灵虫了 快去抢 好 快来快来 我找到了 那是谁 小心你们后面 福地飞铲 水灵灵 你没事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十项的 就把小灵珠交出来 啊 兔兔兔有危险了 金头头 火葱葱 小灵珠交给你们了 一起上去夹祭她 火葱葱 你忘了上次的足球比赛了吗 快把小灵珠传给我 不用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双人连环拦截 到手了 火葱葱 你还好吧 可恶 要是我早点把小灵珠传给你就好了 身为五行战士 就应该有夺冠的梦想 我们还没输呢 只要有梦想 我们 就一定能够反败为胜 两人同心 奇力断金 想跟我比足球技术 我可是全布兰兴 部落杯球赛的 看来你们还不死心呢 我们还没输呢 刚才只是一笔零落后而已 对 还有下半场呢 既然这样 那我就接受你们的挑战 看来 开球 不好 小灵珠飞过去了 好 这就叫配合 这就叫配合 嘿 道化金炮 干得好 这就叫配合 快 快 加击战术 快 加击战术 火松松 看球 哎呀 不好 接到 快 手 啊 金彤彤 全楼白尾 投悬赴门 改变战术 我们分头祝结他们 金彤彤 明白了 你跑不掉了 站住 一行幻影 走开又风小熊 获胜者 五行蚂蚁队 太好了 你们终于拿到小灵珠了 当然了 我们可是很有默契的哦 哇 你会不会踢球啊 要不是有你这个祝亚的队友 我早就赢了 你的队伐也好不到哪去呀 吓死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小灵珠又被五行蚂蚁抢走了 小灵珠 疼小小 有鬼你 明明是自己酒可不好 这边是东 那是西 小心 你要踩到我的花了 木屯堆 你又带了这么多花花草草回来呀 他们都生病了 需要特别的护理 不就是几棵植物吗 花这么大功夫 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我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痛苦 还有快乐 终有一天 我会当上布兰星最优秀的植物学家 把所有的植物都照顾得好好的 这就是我的梦想 没兴趣 我还是对它更感兴趣 这是什么 是博士送我的指南针 有了它就永远不怕走错路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厨房了 厨房呀厨房 位于东南方向 向前请发 老大 我们这么辛苦溜进来 是要干嘛呀 我们在找博士给了五行蚂蚁的指南针 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用来辨别方向防止迷路 最适合我们这种鹿吃了 不对 应该是适合你这种鹿吃来使用 找到了 既然找到了 那就回去睡觉吧 等等 我有更好的主意 在这儿装上追踪器 下次找小灵珠的时候 就可以跟踪它们了 谁那么缺德 把这东西放这儿 竟敢挡我的路 再挡 让你再挡 这就是挡我的下场 我们走 我的植物 这是谁干的 幸好更没断 希望它们都活下来 哎 五行蚂蚁 怎么一大早一个个全拉着脸 打起精神来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 在法国出现了 你们得赶紧动身呢 是 我吞吞 我们走吧 差点忘记带这个了 为梦想出发 明星蚂蚁 哇 这个花园好漂亮啊 法国凡尔赛古修建于17世纪 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帝 它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呈现出独特的欧式风格 宏伟而壮观 加上眼前这个巨大的 法兰西式大花园 简直是美不胜收啊 可花园这么大 小灵珠在哪呢 有博士没难事 我真测到它的位置了 就在花园的最北边 北边 哪一边才是北呢 我来带路 你们跟着我走就行了 这边 他们开始行动了 我们只要跟住他们就行了 这个花园削剪得 跟个迷宫似的 有只能针载 再大的迷宫也能走出去 前面没路了 这些花草真碍事 我们还是绕路吧 别破坏这些植物 好吧 奇怪 他们怎么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呢 这的地形那么复杂 他们肯定是在绕路 我才没那么笨呢 咱们直着走 到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 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了 一定是他们找到小灵珠了 我们赶紧去讲 不 我们就在这里 等他们出来 把这些花团全拔了 我要做好陷阱 等他们上钩 找到了 在这儿呢 让我来 任务完成 我们离开这儿吧 等等 我得先把这几棵植物 重新买回去 不然 他们会哭死的 你对他们那么好 可他们又不能感谢你 火葱葱 这你就不懂了 俗话说 恩若救急 一介千金 虽然对我们来说 是指手之劳 但对小草来说 可是最大的恩德了 好了 可以走了 重新乖就拿到了 是啊 来了 他们要来了 他们要来了 等等 这些植物 似乎正在警告我们 有危险靠近 风平浪静 哪有危险 有没有危险 试试就知道 可恶 竟然被识破了 你们这是逼我出手啊 大家快躲到花丛里面 他们在跟我们玩躲猫猫呢 以为躲起来就没事吗 我要把这儿全都毁掉 住手 不许你破坏这些植物 我就要破坏 怎么样 我要阻止你 武精召唤 聆听吧 爱心的呼唤 神木战神 炖 炖 植物们 请你们帮助我 一起承接这个破坏花草的坏蛋 神木召唤 怎么回事 快叫他们住手啊 雷阵阵 你逃不掉了 弹出攻击 冷战 等我啊 随意破坏植物 终究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 而爱护植物 也会得到他们感恩的回应 老大 这里我们好像之前走过吧 看来咱们这位 这里都迷路了 下次小灵珠 一定是本天才 无形蚂蚁又拿到了一颗小灵珠 可恶啊 吃吃吃 吃我的天生雷锅 龙大不好吃 这个风小小 让他去打探消息 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下面播报天气一爆 未来几天天气干燥 将有严重的雾霾 难道他遇到了什么不测 会不会被五星牌一门绑架了 然后被严肃逼供 逼问出我的秘密 如果那样的话就惨了 我得赶紧去支援他 怎么回事 房间里充断着一种 一种清新的空气 竟然自己躲在这里享受 龙大 你来了 龙大快求 这里太棒了 空气清新湿润 简直就是置身在一个幸福的梦 比起我们那个破厨房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心机 你有完没完呢 我叫你打探的消息呢 消息 有呀 经过我反复的调查 已经查到一个重要的秘密 哦 说来听听 秘密就是 这里的空气这么好的原因 全够这个清磁空气加湿器 它可以进化空气 还能加湿 我要你打探的是五星蚂蚁的消息 人家没有说错嘛 这台机器真的很厉害 里面有一个一脉能量体 一脉能量体 一个小小的能量体 竟有这般效果 老大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能量体拆下来 带回去好好研究一番 我来帮你 金童童 你头上顶根木棍是干嘛呢 我在锻炼平衡力呢 嘿嘿 有意思 你赔我脱了 对不起 土豆豆 我不知道你在旁边 对不起有什么用 这可是我画了好几天才做好的 上面还刻了我的头像 全宇宙只有这一件 你快陪我 可我又没陀螺 怎么陪呀 土豆豆 你就宽容一点吧 别为难金童童了 好吧 要我原谅你也行 不过你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陀螺还给我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不是 是不是有小灵珠的消息了 没错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就出现在这儿 希腊的帕特农神庙 没问题 五星蚂蚁为梦想出发 这就是帕特农神庙啊 怎么像一个废墟 孩子们 希腊帕特农神庙 是雅典未成最重要的主体建筑 是为歌颂雅典战胜侵略者而建成的 可惜后来由于战争 最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战争带给世界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嗯 说得对 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的重要 实现全宇宙的和平 是我们的终极梦想 虽然这些曾被破坏 不过 从遗址中 依然能看出当年宏伟的模样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是小灵珠 是小灵珠 交给我吧 我最擅长的就是爬柱子了 土豆豆 你小心点 幸亏我来得及时 小灵珠还在那儿 你们又想来跟我们抢吗 土豆豆 你别停 继续爬 下面交给我们处理 口气真大呀 看我最新发明的 一脉能量炮 难道房间里的空气净化器 让他给偷走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的天才发明 你们难道就不佩服我吗 一个小偷 有什么值得我们佩服的 看来我教训一下你们 是不行的了 一脉冲击步 快跑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举人之锤 金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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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还没完呢 这样你们就逃不掉了 雷阵阵 放开他们 你的对手是我 原来小灵珠在你的手上 快把小灵珠交出来 我才不要交给你们 当地当地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咯 我说的是玩笑话 你别当真啊 大家快跑 看你往哪儿跑 土豆豆快跑呀 对 我有这个 是土豆豆的小圆末 好嘞 看我的 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赛的 干得好 金童童 那是土豆豆给我的小圆末 本来是要给他做成陀螺的 对不起 金童童 我之前不应该对你那么不依不饶 这次都会你救了我 你不用在意了 不如我们回去以后 一起你重新做一个陀螺吧 好啊 嘿嘿 我的衣脉能量炮居然自爆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 放消息 用于我的座啊 是求救信号 奇怪 布兰星通用的求救信号 怎么会在地球上出现 不管了 身为布兰星的医护人员 我一定要去看看 我 我回身都不舒服 冯晓晓 你好点都没有啊 我已经发了呼救信号 可这里是地球啊 恐怕 没人会来帮忙啊 呼救信息 好像是从这边发出的 我回身又痒又痛 难道 求救信号是你们发出来的 是水灵灵 我想起来了 你是布兰星的救护员 哥我们是他的敌人呀 都会愿意帮忙吗 放心吧 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 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所以 医治病人是我的职责 你得的是花粉过敏症 一定是这盆花热的货 我马上把它收起来 超能板 好了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这 这真是太好了 你们要记住 这段时间不能再接触到花粉 不然病情会变得更重 谢谢了 我会照顾好他的 拜拜 我们班开始叫对了 感觉好多了 说的没错 这次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小呀 亲爱的蚂蚁们 这次还是代表了爱心的人系小灵柱 出现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 水灵灵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来了 你拿着药箱是去哪儿呀 风小小得了花粉过敏症 我帮他治疗了 干嘛要帮他们 你太善良了 他们平时那样对我们 可我是一名医生 不能不管 水灵灵说得对 就像书上说的 物以善小而不为 行善是件好事 我们应该多多行善 好了 然后不早了 为梦想出发 这座塔好奇怪呀 怎么是歪的呀 比萨斜塔是一座独立式的罗马式建筑风格钟楼 它是1174年被发现有清晰的现象 但经过深入研究后 大家发现建造塔身的每一块砖都是石雕的佳品 而且粘合得极其巧妙 让它不会发生断裂倒塌 直到现在 邪塔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它闲而不倒的奥秘 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据我探测到的信号 小灵珠就在它顶上 邪成这样 难道就没有人帮它扶正一下吗 要是扶正了 那就不叫邪塔了 慢吞吞 我们先走了 又是雷阵着它们 快追 这帮家伙像牛皮高腰一样难拳 我来对付它们 你去拿小灵珠 就凭你一个 就想对付我们五个人 这可不一定 我还有秘密武器呢 那是水灵灵的超能板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一定是我治疗风小小时 被它偷走了 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 机甲召唤 水灵灵 你和木吞吞去追风小小 这里就交给我们三个吧 对 我们会把超能板抢回来的 大力金刚拳 让你瞧瞧我的新技能 水火电水炮 小猫 我来救你 这招还真不错 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我雷阵阵 被电麻了吧 是一切斩力阵 看来我要用远距离攻击了 飞烟黏土 飞烟猪啊 这下你们没辙了吧 风小小已经拿到小灵珠了 我去瞧瞧 快点想办法阻止它 不然小灵珠就要被它抢走了 有办法了 五星召唤 灵精吧 爱心的乌怪 神木战神 十五星召唤 土星召唤 海王 让你试试我的花本攻击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种小玩意儿 别想阻止我 快帮我 必先松手 糟了 木团团 你还好吧 被电的手脚发麻 冲不了了 老大 你怎么了 风小小已经拿到小灵珠了 快点 你做到我的神尊机甲 用花粉 快发射 它对花粉过敏 只要打中它 小灵珠就是我们的了 可是 风小小的病刚好 如果再吸入花粉 一定会病得更重的 我是一名救护员 我的职责是医治别人 而不是让人生病呢 你走吧 水灵灵 喜欢来了 黄小小小 我们快撤 快扶我起来 我们离开这儿 等等 这是你的招能板 玩给你 我们扯平了 怎么样 你们还好吧 小灵珠被他们抢走了 是我把风小小放走了 对不起大家 都怪我的犹豫不决 最后把小灵珠弄丢了 不 错的是我 书上说 险恶的人才会用险恶的办法 我要向你学习 在善与恶的抉择中 你选择了善 这才是正确的 说得对 水灵灵的才是正能量 大家 谢谢你们 小灵珠总算到我手上了 你吃吃吃 吃我的天生雷波 你该不开心都掉我呀 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 让人透不过气 金童童 快去把空气净化器打开 你总算活过来了 那些不明气体 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走 我们去看看 老大 你在煮什么呀 我鼻子都快僵掉了 这是我新研制的事迹 专门用来对付五行蚂蚁 奇怪 好像还差点什么 住手 废弃果然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雷震震 你这是污染空气 破坏环境 那又怎样 这里是地球 又不是布兰星 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就是 说得对 别吵了 你们这是噪音污染 吵吵嚷嚷的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怎么失灵了 非烟黏土 烈火刘香 我的誓言成果 全没了 看你以后还怎么污染环境 博士呼叫我们了 赶紧回去吧 可恶 算了吧老大 反正研究都失败了 闭嘴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太气人了 我知道缺什么了 是小灵珠的能量 我要再试一次 这次一定能成功 到处都是沙漠 小灵珠真的会在这种地方吗 穿过这片沙漠 就到达摩洛哥了 摩洛哥是非洲北部的国家 南部紧连这片沙漠 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 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 就在摩洛哥的边缘地带 这里真是荒凉 风沙这么大 皮肤变得又干又烈了 这是摩洛哥特有的阿甘树 它的果实榨出的阿甘油 是天然的护肤品 让我来 果然感觉好多了 那我再多大几个下来 金刚连环踢 是小灵珠 原来挂在上面呀 太好了 让我完成可以回去咯 等等 这片土地正在被沙漠不断吞噬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那我问问博士有没有办法 怎么样 小灵珠拿到了吗 小灵珠是拿到了 不过这里的环境正在恶化 博士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副凤沙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直输了 正好我有好东西要出来送给你 快 小灵珠 大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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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最新研究出的种子 生命力尽 这些种子第一次来到地球 应该有个新名字才对 叫什么 它们代表了摩洛哥美好的未来 就叫摩洛时光吧 这个名字真好听 那我们就一起下爱心 为保护环境做一份贡献吧 不可爱 看来我还没来晚嘛 你们来干嘛 当然是搞破坏了 谁让你们上次破坏了我的实验 这一次老大利用小灵珠的能量 中心完成了实验 火松松我们上 让你们瞧瞧我的实验成果 酸液蛋发射 噓 哇 五星召唤 明天吧 爱心的乌怪 神木战神 不是的种子 快住手 你的村医也会腐蚀这边土地 植物以后都不能在这儿生长了 是吗 那你快交出小灵珠啊 不然我就 否则 我就让这里村草不生 这刀厉害了吧 不可原谅 凤小小 还不快解决它 暴玄龙选吧 酸液蛋早射 不得断 看着 木屯屯 你没事吧 你的神尊机甲已经完蛋了 种子们在呼唤我 叫我不要放弃 谢谢你们 太好了 终于收集完人系列的小灵珠了 他的金甲升级了 什么 好央的木屯屯 快投降吧 闭嘴 看我先收拾你们 酸液蛋早射 试试我的新能力 种子的力量 植物生长 怎么回事 突然长出了仙人掌 老蛋 我们还是在时撤退吧 不 破坏环境的坏蛋 我绝不饶恕你 植物生长 下次叫林主 一个本天才 博士的种子就交给你了 木屯屯 植物生长 叫水泡泡 希望这些种子跟我们的梦想一样 生根芭芽最后长成大树 你轻点啊 每次你都要大喊大叫 啊 冯小小 老大 这只是个意外 可恶的木屯屯 却然敢抢本天才的小林终 快去想办法给我躲回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 蚂蚁博士来消息了 博士的不靠谱发明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又有新任务了 博士 有小灵珠的消息了吗 没错 这次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就在 博士请回话 怎么回事 停电了 一定是基地的电闸烧坏了 来抓我呀 要赶紧修好才行 太黑了 我看不清 走 对了 霍聪聪 我前几天借给你的手电筒呢 那是博士的新发明 正好能派上用场 手电筒 不要 在这儿呢 不过 我把电池借给金童童了 金童童 赶紧把电池还给我 可是 我早上借给土豆豆了 土豆豆 电池呢 电池 电池在哪儿呢 好像在房间 不对 算了吧 反正里面已经没电了 我找出来也没用 土豆豆 你怎么可以这样 捡的东西不还 金童童 你没资格说别人 好了 不要吵了 你们三个借物不还 不讲信用 都有错 对不起 错了 狄纯的五星蚂蚁 竟然不知道这块电池的用处 老大 就这小铁怪能有什么用处啊 反正比你用处大 经过我的巨能电流压缩后 它的能量超乎向下 亮灯了 刚才通讯怎么中断了 出了点小故障 现在已经凶好了 博士 你还没告诉我们 小灵珠在哪儿呢 对啊 小灵珠就出现在中国的 国家游泳中心 也就是俗称的水立方里面 水立方整体设计为立体的方形 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它的魔结构建造博士 更堪称是世界之罪 好了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你们赶紧出发吧 是 博士 小灵珠应该就在里面 我们去那边找入口吧 好嘞 又见面了 真不要脸 老是跟着我们 谁说我跟着你们了 本天才 现在就超过你 加油加油 超过他们 怎么样 怎么样 可恶 让你见识一下 聚能魔力电池的厉害 雷电加速 雷阵阵的车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老大 小灵珠在那儿 小灵珠在那儿 跑得快 就是好 放下小灵珠 五星召唤 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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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燕火 烈焰银钢 烈焰银钢 快把小灵珠交出来 这就了 哼 碍事的家伙 土豆豆 我们上 看招 飞檐黏火 爆炎龙眼峰 老大快跑 救命啊 快来人啊 闭嘴 不要乱动 活该 现在你们没多了吧 雷震震 我们来做个约定吧 只要你肯交出小灵珠 我们就把你救上来 好 我答应 快拉我们上去 给 现在我们互不相欠了 算了 老师 快把小灵珠拿出来吧 怎么是块电池 不好 被吊包了 小灵珠还在雷震震呢 不可理喻 雷震震竟然这么不讲信用 快追 想追我们 下辈子吧 不好了 老大 前面有条大公 我们过不去的 不就是条小沟吗 看我的绝招 雷光加速 加 加速啊 加速啊 怎么回事 老大 你把技能电池 跟小灵珠掉包了 没有电池怎么发动绝招啊 什么 这就叫自食其果 救命啊 快拉我们出去 好呀 你们等着 不过我们现在没力气 等不起吃饱了再说吧 怎么办啊 雷震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可恶 可恶 这次 这次只是一时失误 又是你再脱后悔 难君之后腿要拢的 加强 锻炼 加强 锻炼 加强 锻炼 金童童 书上说 训练过度容易拉伤肌肉 那样你就使不上力了 没事 小意思 金童童 你没事吧 手好像扭到了一下 我去教水灵灵帮你治疗一下 不用了 好像没什么事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 没事就好 以后可要注意点 金童童 原来你在这儿啊 麻烦你帮我打开这个罐子 小意思 我居然拔不开 你可是不来星的大力士 连你都打不开啊 我再试一下 我还是打不开 算了 难道被木托墩说中了 我的力量真的消失了 力量消失 难道金童童吃错东西了 别吵 都怪老蛋你提起吃东西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什么声音 奇怪 怎么又是猫叫又是狗叫的 伙伴们 我是来消息了 来了 总算蒙过去了 我 你还有完没完呢 这次是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 就在天津之眼摩天轮上 摩天轮坐落在天津的海河畔 跨河而建 桥轮合一 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哇塞 那咱们可以玩完天了 你们的任务是寻找小灵珠 别只顾着玩 赶紧出发吧 等等 我把五行风筝传送过去 五行风筝 为风筝出发 走 我们也赶紧行动 我们要到了 前面就是天津之眼了 这里好大呀 下面就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发现小灵珠了 在那儿 我去取小灵珠 小心点 还差一点点 桥桥 桥桥桥没事吧 究竟是谁 大雷啦 下雨啦 回家收衣服啦 又想打小灵珠的主意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五行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咦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帮我过来吧 领导 我来帮你 烈火煲销 火头头 我来帮你 土豆豆 飞烟连驼 土豆豆 看我的 天旋雷破 土豆豆 小心 火头头 火头头 你还好吧 五星召唤 灵星吧 爱今的呼唤 神梦战神 雷灵亮 你快帮火匆匆治疗 我来掩护你们 还没完呢 天旋 老大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疼死我了 机会来了 粘处封印 老大 我来救你了 封小小 你这没用的家伙 紧绷倒忙 小灵珠拿到了 太好了 任务完成 小伙伴们 我们撤 小伙伴们 我们撤 小伙伴们 我们撤 大家往反方向跑 别停下来 不快点 不快点 摩天轮越转越快 你们迟早会被甩飞的 雷震震 震震 震震 你好威逼 博士 不好了 大家被困在失控的摩天轮上面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了 摩天轮的中轴位置有一个手动控制盘 只要用力扭转就能停止了 金彤彤 凭你的力量一定行 力量 你还有力量吗 金彤彤 怎么回事 我伤到了手 现在使不上劲了 你不再是大力士了 还是早点放弃吧 金彤彤 别受他们影响 你要振作起来 可是 好吧 那我试试 想自己一个人推动装置 那是知心妄想 是这里 对不起了 大家 我推不动 我帮你检查一下 奇怪 你的手明明没有受伤啊 金彤彤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行不行 我做不到 有办法了 启动传送功能 这是我新发明的大力神护腕 可以让你的力量增强数百倍 真的 太好了 白倍力量发动 停止了 哇 成功了 谢谢博士 大家都没事吧 金彤彤彤 干得好 终于脱身了 这就是大力神护腕哪 多亏了博士的发明 我的大力神护腕呢 在我这儿呢 我要利用这大力神护腕 打坏开关 让摩天伦彻底失控 大力神护腕 大力神护腕 疼死我了 下次叫你不认你什么人 怎么会这样 其实那只是个普通的护腕 并没有什么魔力 可是 如果没有大力神护腕 那我怎么能停止摩天伦呢 其实你的手根本没有受伤 你只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 从而产生了恐惧的心理 在生活中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你勇于面对 找回自信 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明白了 谢谢您博士 原来那个护腕的唯一作用 就是让金彤彤找回自信啊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都是博士的大力神护腕害的 果然小灵珠就是我的了 说话呀你 你每次都这么说 臭豆腐 香奔奔的臭豆腐 你在哪里呢 你在那儿 看起来好好吃啊 是谁 难道是错觉 诶 土豆腐 你来干嘛 我 哼 不对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来偷吃臭豆腐的吧 这 大家一起炮制的臭豆腐 说好了三天后才能吃 你怎么可以自个儿跑来偷吃 那你呢 你不也跟我一样 我 我 嘿 师傅 嘴馋了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俩谁都不许偷吃 嗯 不吃就不吃 大家快出来吃臭豆腐了 等这么久 终于能品尝了 还吃到臭豆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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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空的呀 一定有人偷吃了 我知道偷吃的人是谁 偷吃臭豆腐的人就是 偷吃臭豆腐的人就是 是火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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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昨晚 我亲眼看到土豆豆偷偷跑去接坛子 胡说 偷吃的明明是你 是臭豆腐的味道 好像是从外面飘进来的 中国的小吃果然风味独特呀 好吃 要是我能实现梦想当上美食家 就可以偏偏吃臭豆腐了 嗯 嗯 老大 我怎么感觉饭后凉酥酥的 怎么感觉有人盯着我们呢 原来臭豆腐被你们都吃了 好呀 等等我 老大 怎么算真相大白了 现在 你们不用怀疑对方了吧 同伴之间应该互相信任 如果彼此怀疑 那我们之间就彻底失去团结了 是 博士找我们了 嗨 亲爱的 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 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出现了 世博会是集结人类智慧 和创造力的世界性博览会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以独特的艺术造型 吸引全球的目光 它的外形酷似一顶古帽 因此获得了东方之冠的美誉 道具已经传送 你们马上出发吧 是 我看到了小灵珠在角落呢 危险 快趴下 硬 竹底 吐豆豆 我的腿 鱼 竹豆豆 你怎么了 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金鸿观日 怎么会这样 就剩下你了 屋顶进过去 烈火六枪 想抓我 没玩 我的车队速度好快啊 别渡过了 这次你绝对逃不掉了 接招吧 就是什么 我的眼睛 你中了我的闪光弹 已经看不到东西了 这下他们五个全动不了了 走 拿小灵珠去 嗯 土豆豆 火匆匆 我在这儿 你在哪儿 在这儿 这边 火匆匆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中了闪光弹 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现在只能求助博士了 怎么啦 土豆豆 不好了 博士 小灵珠要被抢走了 现在我都推走不动 火匆匆眼睛也看不见 其他人又被困住 啊 这么严重啊 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这可怎么办 嗯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信任对方吧 信任 我信任土豆豆 我也相信火匆匆 既然你们都信任彼此 那你们就成为对方的腿和眼一起战斗吧 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 勝利是属于我们的 烈火流星 嗯 怎么回事 火匆匆不是看不见了吗 土豆豆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双腿 嗯 从现在开始 我就做你的眼睛 我们是 土豆豆 火匆匆 潮潮火匆 哇 很帅 帅啊 怎么用 我照样灭了你们 哎呀 零火流星 小佐 小佐 往右跳 可恶 让你尝尝我最后的绝招 雷电金箍圈 火匆匆 快起跳 三百六十度 超强河底 好狂犯 啊 啊 竟然被他躲过了 哎 呀 老大 什么 你那个土豆回来了 啊 不好 快走 土豆花 老大 下次的小灵珠 一定是笨天才的 这就叫自作自受 火匆匆 土豆豆 我来给你们治疗吧 水星 甜蜜 啊 太好了 我又可以看见东西了 哇 我的腿也好了 只要我们彼此信任 互相团结 就没有问题解决不了 嗯 我们会一直信任对方的 说的对 火匆匆 那你就继续背我回去吧 才不要 你那么重 我背给我吗 快点 火匆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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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本来以为只不隆火通通 想不到还是没抢到小灵珠 你吃完了没有 没呢 老大 这些玩具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玩具 是我研究的烟花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经过我这个天才重新研究 他们已经有了更特别的用途 多说没用 先来试试效果 好辛苦啊 谁偷袭我 原来是放烟花呀 好枯渐哦 老丹好厉害呀 很好 效果真是不错呀 好累呀 总算把发射台修好了 哇哦 太炫利了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刚才你们没去看烟花吗 太可惜了 我们忙着工作呢 土豆豆 你太不守时了 我们明明约好了下午 一起维修发射台的 你自己却跑去看烟花了 哎呀 我忘了 不守时迟到 该法 把你把这些工具清洗干净 嗯 好吧 哟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诚信的信信小灵珠 在南京夫子庙出现了 南京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 是供奉圣人孔子的地方 如今这里已是极具情怀风光的旅游圣地 青泽那里的夜市可有意思了 我也想去看看 不行 你还有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哦 那我现在就去清洗工具 半个小时后 过去跟你们会合 这就是福子庙的情怀夜市啊 好热闹啊 没时间欣赏夜市了 我们开始分头寻找小灵珠吧 这是博士发明的联络徽章 大家要保持通讯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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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灵珠真的在这儿吗 这是智雷手表偷听到的消息 不会有错 再找找吧 哇 咦 这里怎么放了个大鼓 有意思 嘿嘿 嘿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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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鼓声太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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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小灵珠就在鼓上面啊 我得赶紧通知大家 嘿嘿 嘿嘿 大家集合 我已经找到小灵珠了 就在院内的大鼓旁边 嗯 嗯 好像又接到消息了 金长堂 小灵珠找到了吗 嗯 在这儿呢 哦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开我找了半天 屯聂的理URE 小灵珠在这儿啊 嗯 要强走小灵珠 先过我这一关 einer 烈火溜香 回 password 噢 喔 Chill 蛤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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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没力气了 再让你们多尝几个 快跑 金童童 快 离开这儿 金童童 你躲到哪儿都没有 先把小灵珠藏在这儿 谁说我要逃了 身为战士 我要主动迎战 五行召唤 战斗吧 力量的源泉 黄金骑士 魔幻米香弹 大力 金刚 拳 冬小小 把他们全绑起来 龙大 我搜过了 他们身上都没有小灵珠 什么 金童童 你到底把小灵珠藏在哪儿了 我才不会告诉你 就算你不说 我也有办法让你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有三分钟的时间 说出小灵珠在哪儿 否则我发明的这个轰天雷 就会把你们全轰上天 战士 可以牺牲自己 但不能连累同伴 看来 只能交出小灵珠了 等等金童童 你忘了 还有土豆豆呢 只要他准时赶来 我们还有机会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老大 书学不太好 五星蚂蚁怎么只有四个呀 难道我手错了吗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对呀 还有一个土豆豆呢 我在这儿 土豆豆 是小灵珠 老大 小灵珠在那儿 小灵珠是我的 虽然出场失败了点儿 但是别把土豆不当干粮 土豆豆 小心他的烟雾蛋 看我的 五星召唤 点亮吧 诚信的光芒 大地巨人 还给你 完蛋开射 快跑 大家都没事吧 糟糕 这个需要爆炸吗 怎么办 这里是夫子庙 人哪里都不合适啊 我有办法控制住爆炸 粘土包裹 一无总算退散了 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绝地大反击 冲啊 三 二 一 什么 二 一 压吾小灵珠 一定是本天才的 哇 这只银花最酷炸了 这次多亏了土豆豆够准时救了我们出来 当然了 我可不想再被罚去洗工具 可恶的土豆豆 我的红天雷居然炸到了自己 谁让你猛猛事事地冲上去的 不是你说觉得大反击的吗 那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风筝 红屋里没有风 风筝怎么会飞起来了 博士对风筝进行了改造 现在就算没有风 它照样能飞起来 哇 真酷啊 不止这样 它还可以自动收起来 瞧 厉害吧 哇 是雪灵灵找我了 木屯屯 基地的灯泡坏了 麻烦你帮忙修一下 好 我这就过去 木屯屯 你的风筝借我玩玩呗 好吧 不过别弄坏了 没风也能飞 这可比鸡木好玩多了 哇哦 发现 好了 那不是呼叫了 我们赶紧叫大家集合吧 土豆豆快一点 就差你一个了 木头针 风筝还你 土豆豆 玩这么久才回来 不会把风筝弄坏了吧 当然没有 风筝一点睡都没有 我跟你开玩笑的啦 亲爱的五行蚂蚁 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 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上出现了 女神像是1886年 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 为了纪念美国取得独立一百周年 所以说它是自由的象征 好 五行蚂蚁们为梦想出发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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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想拿小灵珠 本天才可不答应 又是那两家伙 大家坐好 我们要超过他们 加速啊 别让他超过我们 快点 好 我 你来架上飞蝶 我去教训他们 我懂的 老大 看招 小心 雷珍就要攻击了 让我来 五行召唤 打开吧 智慧的指引 泡泡仙子 水晶盾 雷霆一击 两击 三击 看你能顶多久 前旋雷波 命中目标 耶 成功了 耶 封小小 你不是在驾驶飞船的吗 嗯 对呀 封小小 你个蠢包子 老大 先别生气 我发现小灵珠了 就在上面 嗯 哼 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快去拿小灵珠 嗯 大家快看 他们要去拿小灵珠了 找他们抢先一步了 我们没带飞行工具 怎么过去啊 嗯 我想起来了 我有飞行工具 啊 啊 用这个蜂张 将我绑在上面 就能飞过去了 嗯 这个主意不错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博士的发明 总是不靠谱 文性断了 怎么办 嗯 不会的 这个蜂张物玩过很多次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了 就这么定吧 嗯 嗯 怎么办 要把我弄在风筝线的事说出来吗 嗯 不行 他们肯定会骂我的 可是 我都对我有危险 出镜 嘿嘿 啊 等等 进来飞上来 打掉它 风筝中 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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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木吞吞有危险 蕩蕩 你光傻 你太小看木吞吞了 嗯 就是 这点小风 可是 可是 你好 我实在忍不住要说了 我之前骗了木吞吞 其实 那个风筝线 有弄断过 啊 再飞下去 会很危险的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不安逸 走 我们拿小灵珠去 怎么办 木屯屯变成了断线的风筝 迟早会摔下去的 我们得帮木屯屯 土豆豆 用黏土声绑住我 扔我上去 好 我明白了 五行召唤 减亮吧 诚信的光芒 大地技能 盘土飞蛇 木屯屯 我来了 我们一起去把小灵珠抢回来 大家一起用力 竟然还敢回来 雷电连环机 加木 竟然全打空啊 那个风筝老绕弯 你的雷电势局的 当然打不到 好像有点道理啊 那就是这招 靴行闪电 小灵珠被打掉了 谢谢老雷阵阵 猪手的椰子飞走了 疯狐都拿来 我要把你们全都吹飞 不 不用呀 老大 你不会用这个 危险 下风向灵组一定是本天才的 我之前对你说了谎 你不会怪我吧 要不是你的黏土绳 我早就被风吹走了 我该感谢你才对 我们是一个团体 同伴之间要学会坦白信任 以后我一定做个诚实的蚂蚁 我们回去再重新做一个风筝吧 好了 可恶 又被他们拿到了一颗信息小灵珠 吃吃吃 我替你考一考吧 老大 你考过了 身为战士 每天都要持之以恒地锻炼 真好笑 金童童 你最喜欢的漫画又出新的了 我来一起看吧 一直要坚定 不能动摇 不 我不看 大家快来品尝 我刚做的曲奇饼 好香啊 金童童 你也来尝尝吧 要经得住诱惑 这是对我的考验 不 我不吃 时间快到了 坚持就是胜利 训练还是不够 你干嘛那么叫着 你这差最后一点点 妈 最后关头 是魔灵意志的关键 我要重新再来一遍 这是服了你了 伙伴们 不是有小灵珠的消息了 行了 赶紧聚合吧 哦 明天再练吧 代表诚信的信系小灵珠出现在秘鲁 失落的印加帝国马丘比丘 这座古城的遗址位于高山的山脊上 曾经辉煌一时的印加帝国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 帝国究竟是如何消失的 如今仍旧是个谜 据我侦查 小灵珠就在古城的地底下 我已经找到一条隐秘的通道 在山脊的另一边 你们出发吧 看来那里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自己的冒险就要开始了 为梦想出发 我可不喜欢冒险 那里就是马丘比丘了 破败的古城充满了神秘 哇 哇 哇 太先开始咯 好紧张呀 走吧 等等我 这条通道似乎很久没有人进来过 听说可怕的大黑熊最喜欢藏在山洞里 兔兔兔 你可别像我 上面好像有些奇怪的文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我的超能板来翻一下 试炼之路 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通过 原来这是一个考验呀 好像有东西要进来了 难道是大黑熊 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敢把你们给吓到 原来是你们俩呀 鬼鬼祟祟 跟在我们后面干嘛 马丘比丘是风景名胜 我们来这里旅游不可以吗 明明是来抢小灵珠的 我刚才已经听到了 这条是试炼之路 凭什么我们没资格参加挑战呢 谁通过口验就能拿到小灵珠 这很公平 怎么办 别管他们了 只要咱们能通过就行 走吧 跟上 什么味道 香香的 我都快流口水了 大家别分心 继续前进 救命啊 是土豆豆和风小小的声音 它们在这儿 这棵植物 送发出浓烈的食物香味 怪不得它们会上当 我来救你们 五星召唤 聆听吧 爱吃的呼唤 神木战神 职物空间 他们受伤了 要赶紧来看这里 我和水灵命先带它们出去治疗 放心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两个吃货 这点诱惑得惊涉不住 我们继续走吧 这些是 好多金币呀 又是奇怪的文字 恭喜通过第二关 你可以拿走一枚金币作为奖励 傻瓜才只拿一枚呢 我要全部拿回去 把我的雷鸣机甲 打造成黄金机甲 黄金机甲 听起来不错 我也多代谢 五星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机甲 烈焰金机甲 不能太贪心 就拿这一枚美丽的焰火 呦欧 此只是板子而归了 前边没路了 不好 退路被截断了 怎么 多了三个石鼎 又是这些奇怪的文字 这是机关 石壁在向我们压过来呢 这样下去 我们会被压扁的 等等 我来看看上面说什么 上面说 想要脱鞋 必须将身上所有金币放回顶内 原来是这样 雷震震 你也快点照做 这 算了 我只拿了这一块 我们这算是通过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火葱葱他们怎么样了 下次加灵都一定是本天才的 火葱葱你没事吧 老大 我失败了 金彤彤怎么还没出来 这里难道是印加帝国的圣剑 小蝇猪果然在这儿 金彤彤你终于出来了 我已经通过失联 拿到小灵珠了 为什么你能通过 我却被弹了出来 通关的关键应该是那枚金币 你们带的金币太多 倒入石顶动了机关 看来火葱葱葱你太贪心 如果只带一枚金币 那肯定能通过 你还不是一样 一开始一直就不坚定 禁不住美食的诱惑就被踢出局了 这次只是个意外 下次我一定会胜利的 听到了吗 放下假路 还有几时下次啊 水灵灵 听说你最近在学习做丝绸 丝绸不是用残碱织出来的吗 怎么是磨出来的 这不是丝绸 这是我配的中药 什么 中药 你受病了吗 不不 是残宝宝 我配吃这些中药 希望能治好它 原来是残宝宝宝呀 这药闻起来 怎么跟药方上写的不一样呢 水灵灵灵 水灵灵 我找到了 原来你的药方里还缺少一种中药 怪不得 怪不得我配了好几片的灵芝草 这么说 没有灵芝草就吃不好残宝宝了 残宝宝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这可怎么办呀 水灵灵灵 你不用这么伤心 我就是一棵小小的灵芝草嘛 我帮你去找 真的吗 可是你知道哪有灵芝草吗 包在我身上 等我来说小菜一点 太好了 走 木屯屯 跟我一起去调查 输入信息 哈哈 找到了 哎呀 怎么是这样 怎么了 原来那种斑点灵芝草是十分罕见的中药 很难找到 什么 我们太小看它了 哎 这可怎么办呀 哎 要我说 你就不该这么轻易许下承诺 找不到灵芝草 水灵灵一定会更加伤心 我哪知道灵芝草这么稀有的 嗯 博士来消息了 我们还是先回基地吧 好吧 火聪聪 查到灵芝草的信息了吗 嗯 快了 很快就能找到 嗯 我相信你一定行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 在英格兰的巨石镇出现了 巨石镇是史前时代的文化神庙 由数十块重达五十吨的巨石组成 据说是按照太阳照射的方位排列而成 极为神秘 不就是几块大石头吗 有什么稀奇的 不要小看它们 这些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巨石 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巨石镇到底有什么特别 去看看就知道 我们走吧 哇 这些石块 可我想象中的孩子 小灵珠应该就在附近 我们四处找找吧 鹿蛋 小灵珠呢 小声点 五星蚂蚁就在附近呢 啊 小灵珠在那 啊 哪里 看我的 烈火流胸 小灵珠 找到了 轻松到手 看 我拿到了 谢谢喽 什么 到手啦 这就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老大 你好牛 又是你了 雷珍珍 啊 哈哈哈 气死我了 五星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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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怕你呢 铁血雷魄 火尊重 摔得真壮 我们走 轻松到手 把小灵珠交出来 你跑不掉的 可恶 就凭你们 我来了 小灵珠飞走了 大家快找小灵珠 快 快跟上 别让他们先找到 小灵珠到底叫哪儿呢 应该就在附近 大家仔细找找 这棵草好特别 是灵芝草 跟树上的铜片一模一样 不会有错的 真的耶 运气真好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难道火松松找到小灵珠了 快去抢 太好了 干啥 什么 小灵珠是我的了 小灵珠是我的了 等小小 接住 我接 我接 接住了 不对啊老大 这不是小灵珠 什么 不是 你们快把灵芝草还给我 灵芝草 他们抢走了灵芝草 你们真的找到了 什么东西都要抢 你们真不要脸 一个不走谁稀罕 还给你 等等 这棵草好像对它们很重要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把它们引开 等小小 把它吹走 有多远吹多远 我懂的 老大 抱悬龙卷风 我的灵芝草 水灵灵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兑现承诺的 看我的 拿到了 我们快去找小灵珠 我懂的 老大 我走走 好险啊 吓我一跳 霍聪聪 你太乱来了 就是啊 小灵珠 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我已经把蚁真笨 为了一颗不早 追了半天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我们撤 可恶 小灵珠被它们抢走了 没事 下次再抢回来 给 水灵灵 灵芝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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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有了它 残宝宝的病就会好起来的 谢谢你火葱葱 不用客气 只是我答应过你的事 许夏的承诺 就要拼尽全力做到 说得对 这个小灵珠 就是决地打扮机的开始 快去准备中极计划 核桃核桃 又香又脆的核桃 先找个东西砸开它 真够硬的 得想想其他办法 这核桃也太硬了吧 土豆豆 你干嘛累成这样呀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核桃 可试了很多办法都打不开 白费了我这么多力气 不吃了 核桃有这么硬吗 我来试试 这么一下子就砸开了 我也没怎么使劲呀 一定是土豆豆刚才砸了那么久 正好差一下就砸开了 原来就只差一下呀 吃货的小宇宙还没爆发呀 不坚持信念怎么会有收获 哼 我现在超级无敌有信念 我现在唯一的信念 就是把那个核桃全吃光 我也好想吃核桃 可是老大派我接受五星蚂蚁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呢 博士有小灵珠的消息了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出现了 这次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它位于俄罗斯首都的中心 其雄伟和美丽令世人惊叹 是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 好特别的洋葱头建筑 土豆豆一定很感兴趣 什么 又有吃的吗 算了 我们走吧 你等等我 太好了 打听到了小灵珠了 赶紧回去禀告老大 原来这还有一个核桃 运气真好 卢大 我打探到消息了 小灵珠就在莫斯科的 克里姆林宫上 很好 这次我的新发明 一定会让五星蚂蚁们好看的 黄小小 我们也赶紧出发吧 怎么还是打不开 难道是金彤彤说的那样 信念不够 我来帮你打开 磨蹭什么 再不走 我就让你变成这核桃一样 卢大的方明好牛啊 这是我见过最雄伟的建筑权 小灵珠会在哪里呢 好像在那 我们赶紧找个地方降落吧 谢谢你们 给我带路 金刚拳 拿着块破砖 吃憋了吧 偷偷的 快去取小灵珠 这里有我呢 好的 竟然敢取消我的发明 让你试试她的厉害 海山压灵 大家快顶住 别想尝不来兴的大力士 呦 干得不错吗 让你们尝尝小灵珠的力量 能量吸收 启动 为什么会这样 感觉力量在被吸走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拿到了 你最后一颗小灵珠 放下娘 拔住他们 是的 老大 大家有危险了 看我的 五行召唤 点亮的 诚信的光芒 大地巨人 我来的 我来的 雷震震在塔上面放入了小灵珠 可以吸走你的能量 快想想其他办法呀 我快没力气了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还是到底放弃呗 朵朵朵 你还记得核桃的事吗 你要坚持住 不能放弃啊 对 这次我不能再放弃了 请土飞蛇 不行了 我快坚持不住了 土豆豆 不要放弃 最后一颗小灵珠就在眼前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土豆豆 要有信念 坚持就是胜利 加油呀 土豆豆 对 我要有信念 一定要有信念 才能救出大家 终于收集完最后一颗小灵珠了 怎么回事 我终于也有新机甲了 但 但好了 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灵珠 用挂 总算得救了 雷阵阵 你们太可恶了 我现在需要好好地教训你们 以为换了套马甲 就能打败我们 雷霆一击 水源远处 用挂 有两下子吗 雷霆一击 灵珠 常游化 可恶 竟然打不动他呀 卢大 我们干嘛要跟一面土将过不去呀 对呀 绕上土垫的 走 卢大 他用黏土做出了大炮 快跑 走什么 这边有多大 百里凌一击 怎么会这样啊 雷霆啊 下属小灵珠 一定是蛮天才的 土豆豆 这次全靠你 我们才能脱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多谢你们的鼓励 让我有足够的信念坚持下来 现在 我们终于收集完所有的小灵珠了 接下来 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恶 可恶 可恶的 土豆豆 还在吃 不知能干啥啊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恭喜你们终于集齐了所有的小灵珠 以我火灯灯在 再大的困难都是小菜一碟 博士 接下来我们怎么把能量释放出地球 有博士没难事 我已经修复好了定界天碑 现在是时候把五常灵珠放回原处了 爱心蜘蛛 力量蜘蛛 智慧蜘蛛 愤人蜘蛛 美丽蜘蛛 五常灵珠 结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开启 释放无常能量 让地球变得更加美好 等等火通通 为什么 你们必须爬到地球最高的地方 才能将能量完全扩散出去 早说嘛 可恶可恶 雷阵阵和风小小这两个蠢货 竟然把任务全搞砸了 可恶的五星蚂蚁 下次我一定要你们好看 老大 没有下次了 五星蚂蚁们已经把四十个小灵珠全收集完了 什么 全收集完了 这下坏了 抢不到无常灵珠 天明将军一定会发飙的 任务失败 老大 怎么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土吧 闭嘴 本天才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天明将军 天明将军真的找我们了 躲起来 雷阵阵风小小 快跑 雷阵阵风小小 你们要去哪儿啊 没去哪儿啊 你们两个饭桶 竟然让五星蚂蚁 找起了所有的灵珠 这个 这不是更好了吗 我们可以一次 把五常灵珠群躲过来 对 我们是故意让他们先收尽玩豆 哦 是吗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任务再失败 我就让你们俩 永远回不了 不拦心 雷阵阵 你身上有着 禁风之卷的力量 但是 却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现在 我要用暗黑之力 帮你解除封印 黑魔龙眼 无形蚂蚁 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们 还有你 封小小 我要赐予你新的力量 哇塞 我有自己的机甲了 去吧 把定界天北抢回来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是 天明将军 是 天明将军 弱小的五星蚂蚁们 把五昌灵珠叫出来 人呢 龙蛋快干 这张地图上 有个标记 猪木狼马蜂 那是地球的第一高峰 它们一定是去那 释放灵珠的能量了 小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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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少吧 金木 水火土 小蚂蚁 小小 小蚂蚁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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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别唱了 火总统 你就不能省点力气吗 咱们现在爬的 可是地球第一高峰呢 淡定淡定 博士说了 我们不用爬到峰顶 只要达到一定高度 就可以释放灵珠的能量了 副教博士 博士 我们还要爬多久呀 有博士没难事 让我算一下 依你们现在的高度 只要再向上三百米 就可以开启定界天碑了 生命就在眼前了 错了 在你们眼前的 只有失败 雷珍珍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了 刚去玩非洲旅游吗 霹雳雷电 抽到的 大家小心 那是进风之卷的力量 现在雷阵阵十分危险的 这两个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到底是什么力量把邪恶的雷阵阵释放出来了 现在不是跟他们纠缠的时候 我们得赶紧完成任务 幻灵水炮 想跑 没那么容易 这里没有路了怎么办 这个高度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释放灵珠的能量了 都会给你们机会的 风小小 我们上 我懂得 冷到 灯区剑射 大家小心 他又回来了 火匆匆 你去释放灵珠的能量 这里 跟我们顶着 没时间了 快去 热火流星 开启 开启 武昌灵珠能量是否 方小小 火大 火大 你 开 天使没破 你那天飞死我呢 火匆匆 火匆匆 你没事吧 能量释放失败了 武昌灵珠上的光芒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武昌灵珠一定是被 禁风之眷的邪恶能量侵蚀了 老大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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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怎么了 我感觉到体内流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糟了 一定是刚才那碰撞 让雷阵阵吸走了武昌灵珠的部分能量 先选雷杀 犬 嗨 美国神好 这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好像掉到谷底了 原来你们还活着呀 真是拉不死的小墙啊 雷阶又要来了 天旋雷托 往这跑 这有个山洞 快 看本天才 下去怎么收拾你们 这个好像不是山洞 更像世间密室 快看 是布兰星和平之神的神像 奇怪 地球上怎么会有布兰星的神像 这里刻的文字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让我瞧瞧 这是 是布兰星的远古文字 地球上怎么会有布兰星的远古文字呢 我想起来了 当年布兰星派出五大使者 来到地球学习中华文化 这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基地 这么说 武昌灵珠就是在这里凝聚而成的 躲猫猫游戏结束了 主行蚂蚁们 妈咪咪咱们没地方躲了 没有关了 出来 你们这群赖小鬼 这大门恐怕撑不了多久啊 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 武昌灵珠也坏掉了 这可怎么办啊 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倒不如出去跟他们一决高下 可是我们的神尊机甲都损坏了 就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不如把定界天杯交出去算了 主豆豆 不许你说气馁的话 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好了 我知道 现在的情况对咱们很不利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绝不能放弃 因为 这是布兰星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既然当年这里是武昌灵珠 凝聚而成的地方 也许这里有解决的办法 找到了 博士 你找到什么了 我刚刚把这段远古文字翻译了出来 原来武昌灵珠的奥秘 就藏在基地的墙壁上面 太好了 大家仔细找找 这里 那边 这里有点奇怪 我好像找到了 怎么 只有一个新字 根据记载 武昌灵珠是源自于 人 意 理 知 信 这五种文化精神能量 而这些能量的多少 取决于内心 对武昌文化的理解 我明白了 吴大使者在地球经历了各种考验 从内心上领悟了人 意 理 智 性的五常文化 才凝聚了充满这能量的 五常灵珠 这就是说 能让灵珠复活的 就是内心的五常能量 同伴们 自从来到了地球 我们领会了不少五常的文化 现在 考验我们的时候 到了 让我们一起新联系 让五常灵珠 再次绽放光芒吧 嗯 可恶的五星蚂蚁 天天雷波 天天雷波 哼 躺逼当车 哈哈哈哈 你们以为 一到破铁门 就能阻碍我 超级天才 雷阵着吗 鲁大 哥 怎么回事 鲁大 五星蚂蚁要升天了吗 回应我们的误会吧 五常能量 雷阵阵 自古以来 且不能胜正 今天我就让你们 变成黑探头 无敌烽火轮 按钻 烊 ant火轮 拍 哈 哈 唤 З� 得猎 phon 增淋 暴 离 擅 哼 嗯 火把揭 尔iverse 天王 嗯 嗯 咳 哼 哼 不堪一击 天旋回波 免土墙 硬化 双龙出海 龙大修仙 龙大修仙啊 多管闲事 先管好你自己 雷震震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可是为了你才受伤的 只有弱者才会受伤呢 我雷震震 天不怕地不怕 谁挡我 我就灭了他 我强大能量 绝少 雷神天法 我要把你们 都劈成碎片 雷震震 你太狂妄了 可恶 这家伙太强了 补偿能量 也不过如此嘛 霍聪聪 你们是布兰星选出来最优秀的五星战士 但是你们还没有把五星能量完全发挥出来 只要你们能领会五星相生互补的道理 力量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这也就是团结的力量 这也就是团结的力量 我明白了 小伙伴们 五星蚂蚁精神永不言败 为了梦想 我们要战斗至最后一刻 我们一起上 是 就凭你们 连我一根毫毛都上不到 别小看五星的力量 化碎金刚拳 跟灵暴雨 炮 南虎炮弹 幻灵金炮 赶紧消防 意愿龙战 破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小强我们五星蚂蚁 霍聪聪 干得好 霍聪聪 你的这招太厉害了 这是大家的功劳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就能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 说得对 五星蚂蚁就是一个整体 五星蚂蚁 心心协力 团结就是力量 卢灯 我不会都像你不管的 就这样 五星蚂蚁来凭个顽强的斗志 击败了黑魔军的王 获得胜利 五常灵珠的能量 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遥远的家乡布兰星正 等待着它们现在的凯旋徽来 再见了 美丽的地球 这个怎么办呀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一定有超大型的幻音party在等着我们 好期待啊 怎么回事 前方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是虫洞 快改变航道躲开 太晚了